各位好,欢迎回到Linux核心设计讲座 那我们在这次希望来探讨 这十几年来Linux Kernel有一个特别的主态 这个主态称为叫PreneRT PreneRT这个主态很特别的地方是 其实它不是完全是Kernel一部分 它其实是一个刚刚提到高达十年的 应该是十多年的漫长的准备 那这个准备有很重要的事情是 让Linux可以成为一个Hard Realtime的作为系统 如果你有看过一些材料的话 你会发现尤其是一些中文的材料 那你会发现说有时候读到一些材料 所提到Linux不适合作为Realtime 注意到这个说法其实不全是错的 但是在这十年内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Linux其实已经在Realtime 也做了很多发展 而且事实上从20年前就有相关的产品 举凡说工业控制 或者说像你看到SpaceX 还有包含说一些锡门子这些自动控制的这些需求 你都可以看到Linux的生意 但是如果你要在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应用到Linux的话 你往往要解决这个Realtime 就是所谓的这个即时处理的需求 而且这个Realtime的这个等级也是要看的 那其实你需要一个很重要的等级就是这个Harealtime 那虽然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讲座来跟大家探讨说 Linux如何一步一步迈向Harealtime 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严格来说Linux只能被称为Soft Realtime的作业系统 就是这个RTOS 那RTOS你可以念成ATOS 那Linux本质上它已经可以是一个Soft Realtime的作业系统 也就是它是一个 你在Kernel有些相关的主态一旦打开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做到这个Soft Realtime的需求 但是呢要迈向Harealtime的就是真的要很多调整 那这也是我们这次讲座要来探讨的 那我们这次讲座会从排程中端处理 还有相关的是像HRT 就是高解析度的Timer 那过程中我们也会一并探讨像是对称多核 这样的一个硬体架构 那今天我们探讨这个硬体架构是非常多元的 那PreneRT也是遇到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PreneRT到底应用的场域在哪里 比方说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叫做数位马达 那你可以从这部短片里面大概可以看出一个端倪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首先呢你就看到Guts Gun的这个轴承 对不对 然后这个其实在你我的生活都看得到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像Dyson啊 然后这样的一个吸尘器啊 扫地机器啊 其实它背后的一个制作呢 需要非常多机密的零件 那你一定有听过无人化工厂 那接下来就给你看无人化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要去思考就是说 在无人化之前 你今天画面中看到这东西都是大量的什么 大量的人力 然后呢这个流水线这样去进行 那有趣的地方是 在这几年呢 这整个这个数位马达啦 包含它或控制啦 其实它就有很大的这个很大的变动 那这边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啦 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一个机械手币呢 120万台币呢是很很基本的 当然更贵的都有 那但是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 你知道机械手币可以连续20小时工作 然后一周工作7天 这个是很基本的 那如果配置了当的话 甚至要连续工作365天一年 是有可能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来这样算的话呢 其实会发现很好玩 就是说我们做一个不精准的对比 那像这样的一个手币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以公司的之 观点来看的话 这东西叫什么呢 这东西叫折旧 也就是说我每年 购入这样的设备 那这个价值只会往下掉 但没关系在价值往下掉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创造更大的收益 这样就是已经可以 就是在工程上就有效益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我们姑且不论上面的算法合不合理 毕竟这里是一个网友算出来 我只想讲的地方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不要去想跟机器人 硬碰硬的竞争 我们要去想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不管你对机器人是怎么看待 总之这个时代就在改变 而且改变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所以我们该思考的点 是我们的工程期待如何改变 作为一个软体工程师 今天我们要去想说 这样的一个趋势使然 我们在过程中 在这个挡不住的潮流 我们该是站在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在 我大约是在2013年吧 我很认真在思考我人生的规划 在2013年之前 我参与大概10年的手机设计 手机的认体开发 然后包含说 相关的这个软体 甚至还有一部分硬体的最佳化 那除了开发手机以外 我在2013年以前 我也参与过CPU 甚至还有GPU的 一些设计 以及 对应的这些拖券 就是你可以看到 让你开发工具 但是在2013年之后 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像手机这样的一个 产品 它很特别 在2013年 你可以思考一下 2013年是 多么有趣的一年 非常多的手机出现 你现在听到的这个小米啦 或者说像锤子 然后这些东西 大概在2013年 或者略晚 这个根本就大爆发 可是 有意思的地方是 这个产业是快速的改变 这产业一直到今年 还是非常大的资本 但是对我来说 我已经很难跟上了 举例来说 我现在用的Android手机 就是相对比较旧的手机 我已经 超过两年 没有去更新手机的 这个在我过去是不可能做的这样的事 但是我现在知道 我要跟上手机变化已经很困难 所以我从2013年就开始认真思考 说我该怎么去 变更我的工作形态 变更我的思维 那也因为这样的话 我2013年开始 不想说我投入了这个像物链网 然后甚至我在隔年 也跟台达电子合作 那我们就帮助台达电子 在过去的这个产品线 基本上都是没有作业系统 或者说用某些商业的 商业的阿托斯 但我们在2014年就全面导入用Linux 那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讲说台达电子导入Linux的效益 毕竟这有些东西是商力机密 那更多的是毕竟台达电子接触到的市场只是一部分 但是这样的一个经验是很宝贵的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像画面中提到的机械手臂的 不管说像这种scala的 这种模式的 然后不管是四轴啦六轴啦 或是更多轴的同洞 那你可以发现很有趣的地方是 这些过往看起来好像是像机械 对吧 就是看起来有很多数学啦 或者是一些结构面的东西 但是有一种地方是 这些数学的也好 机械的也好 结构面的也好 它基本上是这些东西是固定的 但是上面软体有很大的变化 比方说我们去变更里面的这个硬体 我们从Intel的处理器换成ON的处理器 我们从单核的换成双核的 双核的换成四核的 四核换成八核的 然后八核的换成更多复杂的组合 比方说有ON的处理器加上FPGA加上GPU 这样的东西已经是在智慧工厂已经大量去运用了 那所以过程中呢 我就重新燃起我对工作的这个热情 说真的我在2013年曾经有一段时间很低潮 不晓得自己可以做什么 如果不做手机 还真的一时之间还不知道做什么 所以我在2013年开始跟国内外一些单位合作 就是透过我自己对作为系统的掌握 然后协助这些国内外的单位去把这个Linux 特别是把Linux改造成符合这工业控制所需 那这个符合工业控制所需呢 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什么 就是Riotime 那这接下来我来快速回顾一下Linux对Riotime的这个变革 我们讲一个简单的历史 那这一点很值得一看 就是说其实在1997年Linux就已经被改造成什么 Hiotime的系统 这个很关键 而且呢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打造火箭控制系统 好 那在20年前呢 这个专案非常之有名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RT Linux 好注意到这个专案呢 已经停滞的好长一段时间 甚至如果你去看 比方看这个页面 Wikipedia的页面 你就发现这个东西很 很复杂 你看它的专案名称叫做RT Linux 但是Wikipedia特别声明 请你不要跟Riotime Linux混淆了 Riotime Linux是一个分类 注意到分类 就相当于我们去区别 软体硬体 或是韧体 这东西叫分类 那你说 比方说软体跟硬体它真的是 完全不同的领域嘛 其实也倒未必 比方说开发软体的人 他可能势必要懂一部分硬体 那相对来讲 设计硬体的人 他可能也要懂一点软体 否则他怎么测试它的硬体 否则他怎么知道 我这样设计硬体怎么 是不是有符合预期的运作 然后或者说 像现在可以看到一些很明显的趋势嘛 就是说以前可能需要一些软体上要最佳很困难的 比方说那种多媒体的啦 或是一些Modern 就是这种通讯的 那甚至包含说现在我们讲这些类似的网路的 那你会发现很好玩 当软体呢要最佳化已经很困难 就能够从演算法角度已经很难再突破了 这时候呢 硬体就会设计出对应的这个Halway的Oscillator 所以你比方说像这个DLA 就是Deep Learning的这个Oscillator 这个这种东西呢 就是存在很多的 所以比方说像这个NVIDIA自己有DLA 这样的一个Deep Learning的Oscillator 这个本质上它就是一个硬体 但是这样硬体呢只靠硬体是不够的 你要对应的一个什么 软体的堆叠 软体的基础建设 那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状况也在LeoTime Linux也有很像 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达到的目标 其实很简单 我们去思考 为什么你需要对Linus这样的一个通用作为系统 去把它改造 做到很大的变革 让它可以符合LeoTime的能力 为什么 因为 在我来看就是着重两个点 第一个点 Linus实际上有大量的应用程式 Linus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工业标准 它不是只是一个开放原始码的砖案 很多砖案 比如说在Gap上你可以抓到很多砖案 你甚至自己也可以开发砖案 但是不代表会有人关注 不代表会有人用很高的技术标准来看待 对吧 但是Linus不是 Linus是透过它在开放原始码的成功 它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公业标准 就是我们称为叫de facto standard 它已经是一个公业标准 这是第一点 所以遵循这个公业标准 已经创造一个生态 第二点是 Linus作为一个基金为几乎是一个功业标准的状况下来 其实某个角度它一直刺激了硬体发展 那你说这样最有名的例子是什么 就是Android手机 以前人们设计手机的时候会去想 因为毕竟以前手机改版没那么快 所以就是说像以前我们做手机 大概要18个月才能够推出一支新的手机 所以我就会想说我们这个 硬体上要做哪些准备 软体上要做哪些调整 可是呢 在Android出来之后呢 这个时间有巨大的变革 你如果回想一下 在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那个时候太有趣了 几乎每年CPU的核心数量都倍增 在2009年主流的CPU核数 是什么 是单核的AM的主机 然后呢 到隔年 2010年 就开始有双核了 但双核毕竟算是极少数的例子 但是呢 在2011年 双核就是标准配配 那时间拉到2012、2013年 四核就变成什么 当时的标准配配 然后接着就会有些公司很狂的 比方说我们台湾的联发科 做什么事 就推出八核手机 我们先姑且不论八核手机 到底什么意思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Android刺激带动的 整个硬体的发展 这是过往很难看到这种布料 那回到这个RT Linux史上 也是一样 就是说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单位 要花那么大力气去改写Linus 让它可以达到6012岁 除了Linus是一个工业标准外的 更有确定 它往往刺激了硬体的发展 所以意味着说 原本如果你用一些商业的作业系统 你往往只能 搭配旧的硬体 搭配限制比较多硬体 反过来说 如果你用Linus 你就可以用到最新技术的硬体 甚至什么 甚至像Intel也好 MD也好 那他们在推出新的SoC 推出新的这个晶片组 推出这些硬体技术的时候 同时它也给你最新的Linus的发展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就是一个创造一个生态 那RT Linux就是建构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那它就作为这个整个产业的元老 但是注意到这个专案基本上已经停滞了 就是说它原本的开发公司叫 Finance Day Machine Lab 那后来Finance Day Machine Lab 里面的RT Linux这个产品线 被WinRuva买下来 那好玩的地方是WinRuva呢 后来又被谁买下来 被Intel买下来 那Intel买下来之后呢 后来又转 把WinRuva原本的资产转卖给私募基金 所以其实这个专案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 其实它现在已经没有正式的商业运作了 毕竟这些厂商的焦点 好像WinRuva 但关注这个点已经不太一样了 那在1997年的时候呢 这个RT Linux呢 它的这个创始团队来自哪里呢 来自美国的新墨西哥州 那这个就是当时的叫什么呢 叫做美国新墨西哥大学 然后我们要造一件事 新墨西哥你可能没有概念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 这东西呢 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很大的关联 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故事呢 来看一下它的那个 来看一下它的这个 地理位置 好 这个地方呢 有意思啊 你看底下是什么 底下是墨西哥 那当然你也知道 美国联邦很大的土地 其实是 其实是跟墨西哥打战 才取得的嘛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什么 Stan Diego啦 这个其实其实以前都是 以前都是墨西哥的地理 好 然后呢 新墨西哥州呢 哎呀找个东西啊 叫做 盒子 盒子失报 盒子 不是这个盒子啊 另外盒子啊 盒子 盒子弹 那盒子弹呢 就是在哪里 哪里研发出来的 这个 洛斯 阿拉莫斯 这个实验室呢 就在什么 就在西墨西哥州 所以 50多年前的这个核爆呢 就是在西墨西哥州 那 当然现在这个 盒子弹的发展呢 在美国 它没有像过去的 战时来那么活跃 但是注意到 当时累积的这些 盒子试验 当时累积的这些 自动控制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相关的这个 即时处理 这些技术 除了包含说这个火箭控制的那些专家其实留着 所以 虽然像这个 M&T 就是这个什么 新墨西哥大学 这个 这个 你可能 很难听到 就是 就是 说真的 我也是因为做了 做了这个 realtiming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个学校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说 这些人才 是什么时候开始培育的 是从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 的时候 就是这个 整个原子弹技术 一路到现在 那原子弹啊 后来变成什么 导弹啊 一系列 好 那 所以呢 这个发展呢 是非常 有 不只是有历史渊源 那最关键的地方是 从设计的第一天 就是有实际需求 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探讨 我们今天讲这个 realtiming 它绝对不是什么学术研究 它从第一天就 迫切需求 而且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 它跟Linus的 其他应用 有点像 我们去思考一下 Linus 一开始 的用途是 来做这个 Linus 2x 用它在它自己的 个人电脑上 那 所以Linus在 很早的时候 就是1991年释出嘛 然后大概在1993年的时候呢 这个Linus上就有桌面系统可以用了 就是有 有S-vindow啦 然后有 很基本的这个四冲管理 这样的东西就可以用 所以它在 呃 释出后 大概两年 就是变成一个 堪用的一个桌 桌面桌用系统 但是 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一直保留 堪用 Linus的桌面系统 相对于这个Linus其他领域真的是 算是最最最最差的部分 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什么 呃 很值得一输的 的巨大突破 有单点的突破啦 比方说像Valent这种 但是反过来说Linus在网络 网继网络 网络伺服器 在这个什么 呃 资料库 在这些储存 分散至储存 你可以讲出一大堆这种这种议题 那就有 非常巨大的发展 甚至在我们会讲出巨大刚刚讲Linus已经是供应标准 好 为什么 因为需求在那边嘛 你想一台电脑 你装了Windows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叫做个人电脑 娱乐平台 但是你把个人电脑装了Linus 你就可以叫这台伺服器 所以你看 这是Linus上很有趣 装了一台电脑装了不同 做一种 就交到不同的用途 好 同理呢 那因为这个在新墨西哥州大学呢 他们他们知道 他们在1997年就这样迫切需求 所以呢 我们要去了解的是说 背后呢 其实因为这20年 发展是很大的 但是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讲RT Linus 我们今天讲的标历是吧 是Print RT 那尽管Linus已经有超过20年历史 但是Print RT大概有十几年 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思维 它的思维是什么呢 它是希望说 它可以成为Linus Kernel的一个主态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Linus Kernel的这个设计 某个角度是很 很有意思的 我们知道就是Linus可以用在 伺服器 用在资料库的一些需求 甚至用在这些刚刚讲工业控制 但是Linus也可以用在手机 甚至用在手表 这些这一列装置上 那好玩的就是 但是这么多不同的应用 Linus的Source Code 本质上是同一份 也就是说 我用在伺服器 用在这个手机 用在那些网路通讯设备 用的那个Source Code 本体上是一致的 只是差别在哪里 主态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解释这个 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名字 长得那么奇怪 为什么叫Prient RT 注意到它有底线 为什么有底线呢 因为它是一个Config的名字 所以注意到 它的Config是什么 就是在Kernel里面 都是靠着不同的主态 所以有一个主态叫什么 ConfigPrient RT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表示Kernel的一个主态 所以在这个Prient RT的目标 是什么呢 一旦我选了ConfigPrient RT 当然我这边缩写 就是讲Prient RT 我选了这个核心的主态之后呢 Linus就可以成为 HollyoTime的作为系统 就像Linus用在网路通讯 用在手机 用在一些什么 桌面的系统这样的一个应用 反正只是换一个不同的主态 但是本体的程式码是一致的 所以注意到这是Prient RT的一个很重要思维 注意到这个思维跟刚才提到这个RT 就是完全不同的目标 那为了要解释这个相关的背景 就是为了解释这个Linus 我们必须要带着大家回顾一下 这个相关的工业标准 有一个工业标准叫做Pudis Pudis它创立很有意思 反正说你知道自由软体基金会的Nutra Stolman 也是这个Pudis的推手 好 那总之这个Pudis工业标准呢 它存在已经超过25年 好 那你可以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很有趣 就是说 比方说这个 它是工业标准嘛 所以它对应的工业标准叫什么 叫I311003.1 那后面有个什么 有个Dash讲这个2001年 当然就是2001年敲定了 好 那这样的东西呢 我又称为叫Pudis.1 所以就这样 先稍微记下 它在I411的这个标准的编号 叫做1003.1 那这个103.1 又可以简称叫做Pudis.1 好 那Pudis.1它是一个通称 那你可以看比较细 比方说我们看一个 里面最小的东西叫什么 它叫做Minimal 它是一个Profile 它是一个主态 那这个主态里面呢 我们称为叫Pse51 它是一个最小的主态 然后呢 Pse52呢 就是把51呢 去扩充 所以你看到这边来讲话 这稍微就多一点 好 比如说你在52 看得出这有什么 字有点模糊 但你看得出来 这是怎样 讲说File System 好 然后呢 如果我们把52 再进一步扩充呢 叫什么呢 叫做53 好 那当然在继续扩充之后 变54 好 那Pudis.1呢 就是在54的基础上 好 所以我们快速来看一下 54呢 Pse54看到什么 看到右边来讲话 你可以看到Share 看到一些工具程式 那除了以外呢 你可以看到说 多重重 多个使用者 然后它的档案系统是完整的 甚至呢 也要支援 多国语系 所以注意到 这边讲的Wide Cracketer 这个有意思 好 那这东西呢 其中 里面呢 有一个东西 有点好玩 就是针对即时应用的 有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 IEEE103.13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 难就难到这个地方了 你看这个东西 再记一次 103.1 是Pudis.1 对 就刚才说 我们去描述 Pse5152 5354 就是 每个不同的层级 但是呢 它还有一个 103.13 我们看一下这片文章 这片文章好 哎呀 尴尬 每次找这文章最大困难就是会不见 好 没关系 我们还是可以找 从标题来找 共笔的确定在这里 就是有些连结 它可能会消失 好 然后 在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刚才有讲到 就是我们想要找什么 103.13 103.13 好 那注意到这个 那 这边呢 它叫称为叫什么 帕级是大 大值嘛 大的13 好 所以注意到哈 那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profile 前面讲 Pse5152 5353 是 这一路又要加上去的 那 但是其中呢 就会圈出一个什么 一个规格 这个规格就特别是跟 RioTime有关 好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呃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RioTime呢 就是 就是讲什么 就是 规范在这个 RioTime103.13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叫做 Potis.13 好 好 然后呢 呃 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出现没有很久 尽管呢 整个units 或是你更广的来想 就是说整个作业性的发展 其实它很 很远了 对不对 就是说其实 我们如果要追溯的话 1950代就可以追溯得出来 然后呢 呃 第一个有工业强度 而且实际上真的真的带来巨大发展的一个作业性叫什么呢 叫做 呃 CTSS 好 这个这个在什么时候出现呢 1961 那因为CTSS这个 呃 Compatible Time Sharing System这个获得巨大成功嘛 所以它后来也也引发了什么 像Maticus的存在 好 那因为Maticus获得也是 就是 它虽然没有巨大的成功 啊 本质上它是一个失败的系统 但是这里面培养的经验很很重要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Maticus有很多经验呢 其实在Unis上重新怎样 重新开发出来 好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CTSS的成功 引发了Maticus 好 然后Maticus算是失败了 但是它里面的这些开发者 有一部分呢 有一部分的开发者 或者有一部分的使用者 他带着这个经验 在贝尔实验室重新去落实 所以你要注意到这个时间点是什么 就1960代 195 1960代把这些相关的系统翻了 可是呢 我们今天讲RioTime呢 这个时间很晚的 你看它的标准化 是在1986啦 1990年代才有的 然后 那更具体来说的话 跟RioTime有关的 这个公益标准在哪里呢 实际上是在90年代 才真的 真的敲定 好 所以我们刚才 刚才我们去查了什么 103.1 1990 这个ProFi呢 它是在1990提出 然后之后修订呢 比方说 103.13是在1998年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 而且呢 过程中呢 就加入很多不同的东西 比方说 这个其中有个东西叫 103.1B 你可以稍微记一下 这个东西非常关键 就是什么 就是RioTime Extension 好 但是它的标准化 你要知道 1995年什么概念 1995年出现了Java 对吧 那Java在提出的时候呢 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诉求 就是它资源什么 多执行序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 相关的工业标准 竟然在1995年才在 才在标准化 然后呢 你看 1999啦 2000年了 才逐步的去扩充什么 这个相关的 那个RioTime Extension 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什么 提到这个RT Linus 那RT Linus呢 它的背后公司是 Finance Machine Lab 那值得一提的地方是 Finance Machine Lab的成员 就来自什么 前面讲这个 新墨西哥州的 大学的这个研究人员 好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是说 你今天看到很多产品 尤其商业的这些 就没有Source Code 给你看的了 或者说 它没有 对公众揭露 这些Source Code的 这个产品 那你会发现很好玩 通常呢 它们对标准的资源 都是很有限的 比方说像这个 像刚才提到 这是人类史上 第一个对于Linus 做客制 来达到Hariotime的 这个 的变革 那我们称为叫什么 叫RT Linus 那RT Linus 对于这个 Paris103.13的 这个资源 其实是很有限的 所以你看 它实际上的资源是什么 它比PSE5152 都还来得小 好 然后呢 可能有一部分是 武士的功能 所以一直说什么呢 画面中这个 这样的一个 示意图来讲话呢 真正在RT Linus 实作的可能就只有 这边一块 那这边加一点 然后外面加一点 它不是完整资源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不止RT Linus 有这样的困扰 包含说其他相似的这个作业系统都有类似的困扰 就是说它在这个 Linus上去强化 RT的能力 当然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来讲一下这个手段怎么做 但是这个手段的往往会导致什么 导致对于这个规格的资源没有那么完整 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 等一下会讲到的东西就是它是透过另外一个作业系统 去做到Hariotime 然后呢 把独立开发出来的这个作业系统跟Linus是共存的 所以这样的模式其实很麻烦 就是相当于是你要维护两套作业系统 一个是原本Linus kernel 另外一个是什么 为了要达到Hariotime 你特别去开发的ATOS 所以其实 包含RT Linus在内啦 或是RT AI 这种东西可以讲出一大堆 这种买好 可以讲出一大堆这种作业系统 它都有这种困扰 那这个东西也是我切忍之痛 那其实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我大概是在1995年的时候开始去发展 类似的东西 我最早是跟RT Linus社群的人合作在2005年的时候 但是获得一些 没有很成功 就是说 那我在2006年就吃点亏 就是说 注意到不是他们的问题 就是说应该说双方目标不太一样 所以我虽然曾经有一段时间 跟RT Linus的人尝试合作 但是因为那个时间有点特别 你还记得吧 刚刚不是讲了 Vinuver 后来 Finance Stair Machine Lab这家公司的RT Linus产品线就卖给Vinuver 那Vinuver买下RT Linus之后 其实有一段时间看起来是比较开放的心态 但是很快就这家公司对RT Linus就比较封闭的好 毕竟Vinuver自己就有Artox 他往往买下RT Linus 你大概猜得出来吗 就是 其实也是买下对手吧 就降低这个在市场上发展的一些阻碍 好 那所以我在2006年呢 在RT Linus上遇到一些吃了点亏 所以当时呢 我自己也发展一个是吧 就是叫 我称为叫Artox Linus 这个你可以Google搜寻可以找得到 就是我在那个OSDC上有一个对应的演讲 那你可能找一下 也可以看到一些对应的一些材料 那这个东西就是在2007年 我发表在这个OSDC上 那这就是很有趣 就是说 其实我做的事情就是把RT Linus重做 就没什么特别的 对吗 我就踩着这个千人步伐 那你说为什么要重做 这道理简单 因为我要支援更新的Linus 我要支援我在意的硬体 你要说我快速讲一下 我当时做的东西好了 最后这是2007年了 所以有很多东西都过时了 好 然后呢 我那时候需求是什么呢 我那时候需求就是我要做一个机器人 机器人 我看一下 好 所以我就 我要做一个 所以我在发展自己的机器人的时候 我看一下机器人 这个 这2007年多就想拍起来 好 我那时候要做一个东西是双足机器人 所以我就开始从模拟器开始磕 磕完模拟器之后呢 我就发现 我干脆来自己来写一个什么 来写一个作业系统 然后我就写这样作业系统 好 那这个作业系统呢 就稍微看一下它的大概的用途吧 好 大概的功能 好 所以在这样的作业系统来讲的话呢 就是有基本的这个IPC 然后有Timer 然后这个任务管理 然后包含说这个什么 包含说这些动态机配置 好 那我做完这个作业系统之后呢 有一个很大的障碍 就是说你光有这些机制呢 基本上你就已经可以是做一个双足机器人 然后就可以 你可以在YouTube找一下我以前的这个演讲 找一下ArteneoCuro 或再加一个OSDC 你可以看到我当时的演讲 好 可是这个大的障碍就在说 那请问资料库怎么办 那请问图形界面怎么办 请问你想得到一对功能 对不对 好 那所以为了这事我怎么办呢 我就再去开发一个 类似HyperVisor的东西 好 注意到 我这时候讲类似 因为那个HyperVisor不是通用的 我们一般讲HyperVisor 比方说我们讲这个VNware也好 或者KVN也好 它有比较大的这个通用性 所以它可以用这个HyperVisor去载入Linux 去载入Windows 而且让Linux跟Windows并存 可是我做的这种东西主要是让什么 让Linux跟我们的这个Atos可以并存 所以它虽然某个角度看起来是虚化 但是它是一个特质的一个机制 好 所以我们再回来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 这是我当时遇到很大的障碍 就是我在2007年就设计这样的东西出来 然后也在OSDC上发表 那不过很大的障碍是我 隔年把这个相关的程式码卖给某一家公司 那我之后就不做这件事了 有个很大问题就是 因为其实刚刚那种途径需要维护两套 两套作为熊 那两套再讲的是 一个是Linux Kernel 一个是我们自己开发的Atos 然后尴尬的地方是 因为Linux Kernel开发很快 所以你就要去追着Linux的发展 那麻烦的地方是 Linux每次在改版的时候 不见得都会变好 有时候有些地方会变差 你说这跟你想象中的Linux还不一样 这个注意到Linux是这样 Linux是这个重能开发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做越多贡献 你就可以让Linux朝着你预期的方向走 反过来说如果你不做贡献 或说你贡献的速度不够快 那Linux就可能朝向你预期颠倒的方向去发展 那像我当时遇到的很大困扰 因为我那一套途径 起来跟Linux原生的Linux Kernel是抵触的 所以我就遇到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当我要在Linux改版的时候 我就算能够让程式码运作 改到能够让新版的Linux可以运作 但是效能就变差 所以比方说我在2007年发表一些数据 你在我的一些演讲可以看得到 但是比较麻烦的人要是说 我在2008年说不出来 我可以让它运作 但是跑起来数据比2007年还差 这个东西是不管是对我的客户 或是对我自己都没办法交代 所以我后来花很多时间重新去思考 那当然后来我就去做手机了 我就投入手机了做CPU 那一直到2013年又回来 做这个real time 接着我就要跟大家探讨一个议题 就是说如何让Linux可以做到hard real time 好那我在2016年准备一个材料 大家也来参考一下 2014年 好那在这份材料我想要探讨什么 就像这个标题讲 就是如何让Linux可以达到hard real time 能力 注意到这边的材料是2014年 那我另外一份材料是2016年 那距离现在刚好有点时间差 那有些东西有变革 所以我一边讲 如果有变革的话 我特别标示出来 好然后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会探讨几个议题 就是说有这个print rt 那你也可以把它写成rt print 注意到这个写法呢 很尴尬 如果是kernel内部的主态 叫什么 config底线preend底线rt 但是呢 如果是做一个专案 比方说你去download 那你会看到 有人也是写什么rt preend 或者preend dash 不是底线 因为它不是config嘛 所以格式不是很重要 好那这边呢 我们就会从这个什么 从这个linus的排程 那还有包含说 linus的这个中段处理 以及在linus里面 这些延迟来源 都是在那里 再来是什么呢 我们在探讨说这个 我们前面不是提到说有这个partis103.13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工业标准 那这样的工业标准呢 在linus如何去落实 那linus实作了多少工业标准 哪些有资源 哪些没资源 哪些是关键特征 那除了这以外呢 还有个东西叫什么 你会看到最底下写这个 linus new time extension 那这个zenomite呢 要特别讲 这个专业呢 是法国人发展 所以你应该用法语来发音 一般来说 它就念成zenomite 不过你也知道 open source的东西就这样 就是open source 然后很多一种国际化色彩 所以有时候发音讲的 讲的不是很标准 其实还好 反正这个多数的时候 都不需要念 都是在键板上敲 好那zenomite呢 就走完全不同的途径 zenomite的途径就有点像 rtlinus 也就是说 它的途径就是两kernel 一个kernel呢 是什么 是linus kernel 另外一个是 haruotime的artos 所以注意到这个 可是呢 rtlinus是什么 rtlinus是 在原有的linus上去扩充 所以它还是原本的 单一的kernel 所以注意到 这是完全不同的思维 好 那接着我们先来讲 一些概念 好 那我们要先厘清两个词 一个词呢 叫leotime 中文翻译叫即时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叫real fast 那大家注意到 就是这两个东西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好 我们去想一下 我们讲reotime呢 在意地方是什么 是讲这个 determinism 好 或是deterministic 就是一个是名词 一个是那个系统词 好 那我们讲这个determinism determinism这个东西 很难翻成这个中文 你去查字典话 你会看到说 它写的字叫做什么 可决定的什么鬼 请你不要用可决定的翻译 写在你的描述里面 因为这个听起来很奇怪 就是说即时就是可决定的 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 好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determinism或者deterministic 我们该怎么翻译呢 它要看它的讲的语义有关 比方说我们讲这个 leotime behavior is deterministic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什么 即时的表现是怎样 是可预测的 符合预期的 所以最好 就是它就是要看它讲话的情境而定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determinism determinism呢 就是说它其他意思 就是有点像那个命中注定的 比方说 如果你老爸 是姓连 而且呢 单名叫做战 对不对 姓连又叫战 然后呢 你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技能 叫做两岁成为资更农 或是三岁成为资更农 这个联盛文先生呢 他就是三岁成为资更农 他优秀 当然 他娶一个主播啦 娶一个这个 人家会羡慕的妻子 是无可厚非的嘛 人家那么优秀 三岁就当资更农 你会觉得 哇 这该不是中华民国年纪最小的资更农 没有 他老姐更厉害 他老姐呢 两岁就当资更农 所以你要讲 你看难怪我们那么废 对不对 你看 你说晚上我在干嘛 我下午在上课 在乘大上课 我晚上干嘛 在乘大继续上课 对不对 讲这个讲座 对不对 我怎么废 我有收到什么中年费 都不好意思跟你讲多少钱 自己去查了 一个小时的中年费都还不到 不能讲太多了 一个小时的中年费 比七百再多一点点 对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排币 然后 那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差 对不对 就是决定了 对不对 就是命中就决定了 因为人家优秀嘛 对不对 两岁就可以当资更农 三岁可以当资更农 所以他的发展跟我们不一样 好 比方说 人家可以当那个什么 悠悠卡的董事长 我就只能在学校当个教书将 OK 我可以接受这些事 那可是呢 反过来说 给予不同的资源的时候 你当然会有不同的表现 对不对 你给这个联盛委先生一点资源 他就可以称为中常委 然后可以决定这个 这个台湾的这个局势 但是你给我什么资源 我可以干嘛 其实没干嘛 所以我继续当委的教书将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命中注定 命中决定 好 六岁其实很重于这种血统 就是说 你如果采用某种设计的理念 设计的方式 你做某些事就表现得很好 所以你就想 这个为什么 一直强调这个东西 叫determinism 因为 这个东西 往往是 你一开始的设计 你一开始的思维 就决定你后续的表现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那可是呢 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尴尬的地方是 Linux的发展 本质上不是为了这条路做 它不是为了某个东西去特化 Linux的发展 恰好是一个 多元的 通用的发展 也就是说 就像刚才提到 你对Linux做越多贡献 你就会看到Linux越 朝向也越去发展 所以网上有非常多的贡献者 那Linux一直到今天 大概有91%的贡献者 是来自 公司行号 注意到 全职的 就来自哪里呢 Intel MD Google IBM Microsoft 然后租这些公司 所以这些公司照着它的需求 比方说像Google 跟Microsoft 以前写来 它着重什么 着重在伺服器的发展 那Google 也还会着重 Android Clone Clone Blowsers 不是Clone Clone Ouest 的发展 对吧 那反过来说 IBM 会着重什么 比方说 IBM有新的晶片 IBM会有一些 比较特别的 一个特别设计 比方说 它的那个什么 Flop也很高 所以就这么个地方去强化 好 所以呢 原本定的是 是通用的作业系统 可是Atos的需求不是这样 你看 注意看这句话 讲什么呢 Atos呢 它在意的地方是 我做某些事 是不是可以在时间内 可以达成 所以 某些东西会被牺牲 什么东西会被牺牲 比方Flop会牺牲 什么叫Flop 中文翻译叫做 吞吐量 吞吐量 更明确的说法是 我在单位时间内 可以做多少事 所以比方说 比方说搬家 对不对 这个搬家 为什么要找壮丁 不是说这个 壮丁搬家就一定比较厉害 其实搬家是很在意技巧的 但是壮丁呢 可以做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因为 一个 楼落的女子 它可能一次只能搬一个箱子 但是壮丁可以做什么 一次搬两个 甚至有些壮盼 可能头顶在顶个 所以呢 同样是走前门走到后门 或是从一楼走到三楼 三楼走到一楼 不管什么组合 自己看 你可以看说 壮丁 它在同个时间内 它可以携带更多东西 可是呢 这个东西呢 不是滤油炭要 滤油炭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搬家 其实不求快 我们要的是 能不能在 一天内搬管 比方说你要跑路 跑路的重点不是快而已 快是其中一个因素 最重要是我一天内 就是要完成 我不管家里多少东西 就是要能够一天完成 好 所以呢 往往我们讲快的时候 是讲什么 如饼 可是呢 绿油炭在意的地方是 我能不能在指定时间完成 我今天可以在一天内搬完 但是我明天做不到 这个就不符合需求 反过来说 如果你总是可以做到什么 搬家 我对外宣称 我搬家就是要五天 但是呢 这五 这个不管你都是多少物体 只要一个范围内的物体 我都可以在五天搬完 所以你想 这个要跑路的时候 要找谁好 拒绝去啊 对 所以某个角度讲 我们会找 就是多数的时候 会找在意思路库的 但是呢 如果你有这种 破切需求 什么需求 我们在意 能不能在指定时间完成 那你就会找后面的 就是说 他搬家虽然五天 但是呢 他总是可以在五天内做完 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你超过五天会干嘛 会罚钱啊 对不对 这个是很基本的道理 好 然后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这边讲的另外一个词 叫做Dayline 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五天 超过五天你不搬走的话 就是什么 就刚刚讲 罚钱 或者说你会去处分 那这个处分呢 会分不同 不同的系统 会有不同的差异 假设 你超过这个Dayline 你的损失一个是 巨大的损失 好像继续思考一件事 假设你今天设计的东西 是火箭的控制系统 也许你对火箭没有概念 但没关系 你知道一件事 火箭跟冲天炮的差别在哪 你说 你当然会说 火药的那个什么 量不同 对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最关键的地方是 火箭是符合人的期待 去运行的 也就是它的轨道 它的轨迹 它的这个上升量 是符合人的运行 可是冲天炮不是不是的 冲天炮呢 它就放 对不对 就是它要往左边走 往右边走 它一开始往直的 后面往歪的 不管 这个就是怎样 不可控制的 那 如果我们要去控制一个火箭 但是没有把这件事做好 那当然它背后的损失很巨大的 比方说它要 往天空飞 结果它没想到 往巴士台飞 你也脑袋想到 这个造成损失有多大 这个太可怕了 这已经是一个公共危险 好 所以你看 像这样的系统呢 我们就 就会深入一下什么 就是说 当你因为错过了Dendline 错过你期望的行为 而导致一个巨大的损失 而且这些巨大事件 往往都是无可 无可复原的 不可逆的 然后我们称为哈瑞汉 那反过来说呢 很多时候呢 这个东西没那么严肃 但是你还是需要说 可以符合指定的时间 比方说声音跟影像的同步 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像你现在参与这个直播 你其实发现什么是 声音跟影像 它其实是不同的 不同的风包 甚至不同的资料描述 但是呢 你听起来 乍听之下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系统想法 主导流汉 虽然声音跟影像是两个 两个完全不同的风暴 两个不同的路径 去派送 但是没关系 电脑会想法怎样 依据它的timestamp 依据这个前后的观点 想法怎样 组合出来 让你觉得眼睛 看到的 耳朵 听到的 是对得上的 而且它的这个 比方说 我现在在成功大学 那你可能在台北 可能在新竹 或者在其他地方 那我们考虑到这个网络的延迟 考虑到这个 传输的品质 但是在你的电脑上 重现的时候 你乍听之下 感觉之下 好像没有很巨大差别 这东西就是Soft-Lew-Time 当然这件事我们在意地方 就叫做QS Quality of Service 那你说 这件事如果没有达到 电脑会发生什么事 你就觉得不舒服而已 你还不至于刚刚讲的 这个巨大的损失 所以注意搞清楚这件事 好 但是呢 我们今天在这一个议程 在意地方是什么 Pro-Lew-Time 因为刚才提过来 Linears已经是Soft-Lew-Time 等一下会告诉你 怎么让Linears变成Soft-Lew-Time 不用修改程式码 只要改Kernel的主态设定就可以 但是要让Linears 达到Hollywood Time 其实你要付出问题是多了 那具体来说 Hollywood Time的用途是什么呢 比方说要做交通的 一些控制系统 比方说自家车 或者说在工厂里面的 这些控制物流 或者是派送 这个东西都是L-Tripe Control 那这当然Mixed Dayline 成本很大 然后不然是什么 一些医疗的用途 那我刚好最近也在做一个相关的专案 希望2009年年底的时候可以看得到 所以就是说 在这个医疗的专案里面要做什么事 它会有一些辨识物件的啦 那它会有一些机械手臂的移动啦 或者是一些过程会有一些 资料的输送啦 或者有实体上从AD到BD的位移量 那这些不管什么操作 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在指定时间内完成 它不用很快 但是就是我 比方说我设定是 1ms 10ms 1秒 10秒 我就是在这个指定时间内就要达成 如果在指定时间内没有达成 这很大的危机啊 你想一件事 假设一个机器手臂 你要想这个机器手臂 它不是贵而已啊 它很重 它在指定时间内没有清空 没有在这个场域清空 它应该要从A这个地区 迁徙到B这个地区 但是它没做到 那可是人 一个环境可能有人就进去了 那就可能被机器手臂炸到 你想这个东西最大的省事 会多大 这个说真的 其实你自己想看嘛 你在路上 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 劳工朋友 多数都是劳工朋友 就是可能手臂断的 然后你看到 它手臂断是很平整的 你想看 这什么发生的 多半都是因为公共危险 然后比方说切割机啦 或者说 因为它不是不均匀的伤口 它往往就是很均匀 就是被那些切割机 被那些公司机台 造成这些损害 这个对它一辈子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所以其实我们做个软体公司 要去想 我们如果没有把这些议题搞清楚 我们真的是会让人们家破了人亡 那当然如果你因为这怕这件事 然后就不去学Linux 不去想这些工业控制啦 不去思考Linux的一些广泛应用 我觉得这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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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嗯 因为我们之所以要发展软体 我们之所以要发展资讯系统 往往就是解决人的问题 所以其实 呃这个人的问题 永远是越来越多的 人的需求呢 永远会变多 但没关系 我们可以有系统的 能够去分析 能够怎样 能够通过自动化 去让更多人满足 然后这时候呢 才可以升华更大的需求 好 所以其实 各位要主要一件事 就是我们讲这个 Hollywood Time 在Linux来讲 是非常 关键的特征 那也许呢 在今年 就是我讲这个2009 2009年 很可能这个相关Hollywood Time的修改 会被Linux 充分的 完全的资源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层 背 这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相关的一层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那么 继续来探讨 那这个网友问到一个 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 Potis 然后 这会影响到效能 或是Linux的表现 注意到 Potis 那个i P-O-S-I-X 那个i是什么 是interface 也就是说 界面是什么 比方说 系统呼叫 比方说 Function Code 好 那注意到呢 在Potis来讲的话呢 是没有直接去描述 效能上应该要达到什么 基本上只有 界面 功能 或是 一些对应的像工具嘛 就说 比方说这个 CPLS 这种东西 这是工具嘛 或者是像 Bash 或是 SED 这种东西 这都是工具 所以注意到呢 Potis来讲 其实它就是定这个 软体开发的界面 你想 为什么在1980代 要Potis 因为那个年代 太多作业系统了 那个年代很奇妙 那个年代 连这个 大同电锅 发展大同电锅的 大同公司 都有什么 都有自己的作业系统 大同 我很喜欢举这个例子 大同 大同 不是 对 大同是自己 有作业系统的 这叫什么 Metax 然后呢 你要想 连卖电锅的公司 都可以发展作业系统 所以你就知道 1980代 那是 冰荒马乱的时代 所以 这个很乱 所以他们需要 怎样 直接作业系统 不管有多少家 你今天是 卖电锅的也好 卖冰箱的也好 你知道卖冰箱是讲谁 讲LG LG 那个年代也有发展自己的作业系统 所以不管是卖电锅的 卖冰箱的 或是卖 那个电视机的 我讲效能 这些都有发展自己的作业系统 在那个年代 好 不管 反正你们这些公司 都想办法去什么 支援一个共通的界面 所以让软体 可以相对容易的去移植 所以注意到呢 他从头到尾 他的动机在这里 所以 事实上呢 这个效能相关的东西 是另外的 是实作议题 并不是这个界面的 能够去规范的 好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 Soft Realtime 然后 Soft Realtime 不用讲 你用到很多东西 什么游戏啦 VOP 不要帮助我们现在 我们这样直播 就是属于Soft Realtime 所以你现在 使用Linux 可以 收听 可以去享受这些多媒体 基本上他都是Soft Realtime 好 那注意到呢 在Soft Realtime的这个 里面来讲 会有个术语 画面中有看到术语 Best Ever 好 所以其他在意的地方在哪里 他在意的地方是 像我刚刚提到 QoS Quality of Service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有一个服务的品质嘛 就像你看那个YouTube 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你家 网路比较顺的时候 这个YouTube 会 会跟你标示出来 其实你可以用1080P 720P 那反过来说呢 你遇到某些网路 比较不顺的地方 比方说成功大学 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我们脚的税不够多吧 好 那总之就是说 在成大 有时候会有 网路品质大幅下降的情况 好 那这时候呢 你就没办法用720P 看电影了 对不对 你就知道掉回去用1080P 甚至360P 都有可能 对吧 好 那所以 这个Solver Time 在这个情况下 怎么去理解 它就是一个品质的下降 好对 就是说它想办法给你 当下最好的表现 但是呢 呃 它可能无可避免 就会引起这个品质下降 它没有保证 好所以就这样 呃 所以跟Best Ever 颠倒的东西 叫什么呢 叫做 Guaranteed 就是说我保证 像我刚才讲的 搬家例子 我可能不快 但是呢 我保证五天 不管什么鬼东西 我全部给你搬完 这个东西就不叫Best Ever 好的吗 Best Ever 是我当下给你最好的 可是我最差的情况下 也有可能是这样 是非常差的 好 Guaranteed不是 Guaranteed就是说 我五天 我一天 不管你不管 你不管设一个Date Line 我就是怎样 就是总是可以达到 好 然后注意到呢 这个Linux 对于这个Nual Time的这个 资源 还有一些相关的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到第一句话 就先明白 就是Linux 设计的 最初的动机 绝对不是 穩的成为Hardley 他的作业系统 他不是 那反过来 他的设计动机 就是一个 多人多工的作业系统 所以多人多工的作业系统 在意的是什么 在意一方是 任务的分配 好 那你可能知道 这个Linux 有个东西叫CFS 那就是CFS的在意地方是什么 跨越不同的CPU 跨越不同的任务 那我们可以让这个资源的分配更有效 然后呢 对于这个 前景的任务 对背景的任务 有更多的这个 更细致的区分 这个我们在Linux核心设计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讲座呢 就专门讲这个Schedule 然后你可以回去慢慢参照 但是注意到 这个东西是过去Linux开发目标 这个东西跟Linux核心 没有关系 好 那Linux呢 在开发过程中呢 不只是强化 刚才讲这些Schedule 还包含说去强化了 这个Memory Allocation Allocation 包含说这个 相关的系统呼叫 可是呢 这些东西很尴尬 这些东西呢 往往呢 它是没有什么 它是没有一个 Deterministic Timing Behavior 也就是说 记忆体配置 Linux的记忆体配置是很快的 多数情况都是非常快的 但是慢的时候很慢 比方说怎么做呢 比方说你打开你的Browser 对不对 就一直开一堆分页 很多时候都很快 开分页 你想很多人 包含我自己 对不对 你看这个分页 你要知道一件事 这还不是我全部的分页 你说我分页太多的时候怎么办 再建立新的Windows 这是Chrome Browser的使用小技巧 你可以开启好多个Windows 那Windows里面可以开好多不同的Tab 所以像我就是可能开了八个Windows 那八个Windows里面呢 这样的画面大概可以 还可以开三十个 所以我就可以开三八十十 可以开两百多个分页 对吧 就可以这样用 好 那注意到呢 多数的情况下呢 开这些分页就很快 如果很慢的话 你就不会开那么多分页 但是呢 你就会遇到一个状况 开到一个等级之后呢 整个系统就很卡很卡 然后那个硬碟就在转啊 然后那个系统的回应就很慢 所以你不得不就知道把某些 然后把流氧器关掉啦 或者把 因为你现在系统已经很慢了 所以你关分页器来不及了 甚至直接把它Cue掉 有可能会遇到这种事 好 那这个就不是我们预期了 我们再回想一下 我们要的是什么 是你总是可以在时间 指定时间内完成 注意到好 总是可以完成 好 那最后一件事超级重要 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一个数语叫什么 叫Pre-Endable 那Pre-Endable 这个 它的衍生 它的这个 这个 名词怎么来 来自Pre-End Pre-End 这个词你要把它翻译什么 中文翻译 你可以把它翻成抢占 注意到抢占跟抢劫是不同的 比方说 什么叫抢劫 抢劫就是说 你身上 你带着钱包 你带着 你带着你的Gucci包包 去干嘛 去这个 去买菜 对 或者去逛街 然后结果有个歹徒呢 去把你的Gucci包包 或者把你的皮夹拿走了 好 这个东西我们称为叫做 这个东西叫偷窃 因为这个资产是属于你的 但是呢 被这个不肖人士 这个拿走了 好 但是呢 这个东西不能叫抢占 抢占的重点在于 占 好 就是什么叫抢占呢 比方说你也知道嘛 就是这个前总统 马前总统 很会读书 那反正他就是 他就是考试 总是可以 后来居上 就是 反正也不是想 可能就是 他不管是出国游学啦 或者说这个 公务员的特考啦 他总是可以这样 总是可以考 考得不错 这是我们恭喜他 所以难怪后来可以当总统那么优秀 可是问题来了 他站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不管是律师啦 不管是这个学位啦 或者是出国游学的公费补助 他站了这个位置 别人就不能用 对吧 这就涉及到机会成本的问题 这跟那个 抢劫就不同了 抢劫就算你被抢的精光 你的身体还是在的 对吧 你还是可以做你原本想做的事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这个作业系统的排程 我们讲这些资源的使用 我们不会是用偷窃这个字 不会用 不会用steal这个字 对吧 我们会用pre-end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 我彻彻底底的夺取 所以注意到 它不是彻彻底底的抢劫 它是彻彻底底的 去什么 去占了你原本的机会 占了你原本的位置 所以注意到我们讲这个 pre-end 那一个系统如果允许这种重要的任务 马前总统那么重要的人 对吧 你看他老爸是谁 这个这么重要的是 他去用这个机会 当然是理所蛋白 在那个年代一定要这样子 所以我允许这件事 我们就称为 pre-endable 有些同学会跟我抱怨说 为什么举例的时候都要举政治例子 你不觉得举政治例子很好懂 完全不需要解释 对吧 而且有台湾特色 对吧 所以还可以因为这个事 领到一些科技部的补助 对吧 希望 好 那接着我们来讲一个拉锯战 这是拉锯战是什么 thruple 跟determinism 像前面讲过的 我们讲过两个观点 一个叫realtime 一个叫realfast 好 那往往这东西是拉锯的 你就想到说今天拔合两端 一个叫thruple 一个叫什么 determinism 或者说realtime 所以我们今天 就是这两端在什么 在那边拉扯 好 所以很有趣的是 Linux的发展 是为了 往往是为了thruple去发展 所以 为什么Linux在什么网络 在资料库可以有很好的表现 为什么 因为Linux在 这是Linux的焦点 可是呢 在realtime要的是什么 determinism 就是说我不用快 这简直 我不用快 但是我有个时间范围 我在某个时间就要做某些事 好 那所以呢 这其实就是一个冲突 好 这个冲突的议题的很麻烦 就是说 它其实不是换Linux kernel 你整体就会变成 变成一个realtime的不会 它其实呢 换了kernel 改变了kernel主态 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起点而已 你要花很多层次去思考 比如说你对cache的处理 你对这个机体阶层的处理 你对像前面讲的一些动态机体配置 发生说上面的应用程式 你是不是要做调整 都要 所以注意到的就是说 这其实呢 是这样的一个拉锯呢 是很麻烦的 好 那接着我们来讲这个 我们所谓的这个realtime Linux 注意到它是一个分类 这刚刚讲过了 分类 那这个分类呢 它预期的目标是这样 就是说呢 呃 右边你看到是标准Linus 好 那标准Linus它的这个回应时间 就是我当我一个要求 好 我要求重新排程 好 那实际上 呃 回应的时候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1ms才能回应 好 那多半时候人 使用者是可以接受的 比如说 比如说你有个闹钟的程式 你闹钟设定出8点 好 要来听直播 那听了之前发生 诶 这个讲 这个讲者又怎样 又太累了 所以只好又delay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个事件的通知 慢个1ms是ok的 对不对 10的-3次方而已 10的-3次方秒嘛 你根本才流不出来 好 这个标准Linus在做 所以这是一个 可以接受的事情 好 那而且就像我前面提到 Linus已经是一个公益标准 所以这上面呢 已经有很多什么API 已经有很多library 上面有很多开发工具 所以这标准Linus 带给人们 它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而且呢 上面除了开放原始码的东西 也有什么 也有封闭原始码的 没关系 不管是开放原始码的 封闭原始码的 没关系 在Linus上可以定存 好 比如说像你在Linus上可以装Skype Skype它是一个封闭原始码的 但是呢 好玩家是说Skype 它的确就可以在开放原始码的 Linus基础上 可以跑得好好的 对吧 你可以使用它的文机界面 也可以使用它的声音的服务 那也可以用Skype 来传输档案 注射 那所以这个回应时间不用很快 只要什么 俗捕 有物理刀就行了 好 那再来看另外一个极端 如果我们讲那些商业的作业系统 比方说VxWars 或是ThreadX 或者说像我之前开发的RT Nino Kernel 那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客制化的Linus 就是客制化的作业系统 那它的回应时间很有趣 它往往是小于 往往它可以做到小于10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差别 你看看 右边是1ms 10-3次方 左边是10ms 也就是什么 10-5次方免 micro是10-6 那再称10 就是10-5 所以你发现说这样子很大的差别 一个是10-3 一个是10-5 差了百倍 好 那Linus追求的东西是什么 它就是希望可以像 VxWars Renewable 或是Post 这一系列 这些商用的 这个ATOS的 那个 回应的时间 但是呢 又可以沿用Linus原有的那些Library 那些API 所以最重要 那当然终极目标是希望说 Source Code 重新编译就行了 甚至这样 搬远一次大部分都是可以这样 都可以相关 这是Linus追求的目标 那你说 以成果来讲 Linus做到的这件事没有 其实已经做到了 就像我们今天讲的Print RT 它已经可以做到这件事了 你的Source Code 只要做很小程度的修改 甚至可以不修改 但是呢 你可以达到接近 注意到接 我们讲的是接近的 接近总编的这个表现 那么就是接近商业做一种表现 那你说差距大概差多少 就是 数据来讲的话 大概会差个5倍 然后如果你会调整的话 可以把据限缩到2.5倍 然后 要做到跟左边一样 是比较困难的 那这个 这可能是我的那个所学有限 我还没有做到 真的做到一个真的小意思 Microsecond 尤其在多核的世界 那小意思Microsecond 真的很难 但是就是说 如果你目标锁定在17 25 这种Microsecond 这样是可行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另外一个词 这个词叫做 Jeter 这个Jeter的定义是什么呢 Jeter的定义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 你看画面中看到这个 就是我们做一件事 我从触发到实际值起会有个时间差 对不对 像我今天这个直播 我讲课到你听到一定有时间差 你不可能一模一样的时间你听到 那太神奇了 这个模一穿 我们计算没那么厉害 但是呢 这个延迟时间 往往是可以接受的 为什么 因为是Social Time 就是说 我从长大 那你可能在台大 你可能在交大 或者在其他的 在你的住家 那因为这个网络延迟时间 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它的分布 像画面中这样的分布 其实还OK 就是说它最小的分布 跟最长的时间分布 它这个中间的这个间隔 我们就称为一个Jeter 那反过来说 最长的时间跟最短的时间相减 如果你得到的范围是很大的 那我们就讲这个Jeter 抖动的很严重 这个在即时系统就是很大的伤害 我们不在一块 我们不在意 这个行为是符合一起的 然后注意看 画面中这张图 它的纵轴叫什么 它的纵轴是对数佐标 你看 一看是 中间可以看到说 10的0次方 10的1次方 10的2次方 10的3次方 10的4次方 10的5次方 所以你看这个纵轴 的最上面 已经是10的5次方 10的5次方是10万的 好 那 为什么要用 对数佐标呢 因为这个 你要知道它的重数 你要知道它的那个 我讲重数不是重数乘量 那个重数 是统计学那个重数 很多那个数 你要知道它的分布 像画面中的分布 其实是不错的 虽然乍看你会觉得 诶 好像左边跟右边的范围 好像很广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你取一个 95%的信带区间 那很可能你左边跟右边 那两组区域 可能就可以被去除掉 所以在某个角度想 诶 这个取95%的信带区间 它可以这么 可以很 可以限缩在一个范围 那这样的话 其实某个角度想 它的纵轴表现就不错 比方说这个 10micron的一个时间范围 这个就不错 好 那接着我们来讲 如何落实 我们刚才只是讲 我们的期待 我们的特征 那 呃 到了2019年之 以来 基本上没什么东西可以选 就是 很多东西都不见了 8万块钱做的东西也不见了 好 所以这边你有两个可以选 一个呢 叫做Prient RT 这个是直接做在Linux Kernel 它直接去修改Linux Kernel的设计 去达到什么 达到Real Time 那另外一个东西 我们称为叫Real Time Extension 注意到 它的做法是这样 我们有额外的一层 你可以想象说 类似Hypervisor 或者策划的一个作为系统 那它的做法是什么呢 它把Linux Kernel 跟你的Real Time任务 把它独立开来 我们 既然Linux 要做到Real Time 需要很大的修改 很难做到 那我们就不交给Linux 来做 我们就交给我们自己开发的 特制的 Atos去执行 好 那底下就有一个 类似虚拟化的一层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上面来讲 是一个所谓的Single Kernel 就是它从头到尾就只有单一的Kernel 那下面呢 我们称为Duo Kernel 或是一个Virtualized的一个方式来实现出这个Linux Kernel 这个排成东西呢 本质上它是要决定下一个要指线动物 这是一开始的东西 但是呢 难力帮在哪 难力帮在说 我有多核 难力帮在说 我怎么挑 对不对 所以比方说Big O1 对不对 Big O1 Schedule 然后后来CFS 在这个基础上继续 好 真的难力帮在最后一句话 难力帮是说 系统的表现 反应时间 好 各位去思考一件事 我如果我们抽到的排成都是采用这个Long Robin Long Robin 如果呢 我们抽到的我们采用的模式呢 就是这个Long Robin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Long Robin在做什么事 对 对 对 好 比方说你看到 这张示意图下面的 注意到不是上面的 是下面的 好 以下面这张图来讲的话呢 你发现这个 我今天有A B C D E 这五个任务 至少有五个你看到的任务 因为有可能还有其他没有看到的 那你发现说 它每个任务呢 它执行的时间很固定 A执行阵子之后就切到B B呢就切到C C执行阵子之后就切到D D执行阵子之后切到D D执行阵子之后切到E D执行阵子之后切到A 所以你看到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锦栏有序的 每一个任务都执行一个时间 但注意到这个时间不是非常短的时间 一般来说我们会拉比较长一点 比方说10ms 不是10ms 是10ms 或者略长时间可能会到20 或甚至50ms 再切换到另外一个任务 因为切换任务也是有成本的 好 可是上面就不一样了 上面就显然它不是Long Robin的模式了 对不对 上面来讲的话 它的时间间隔就不是固定的 它有的长有的短 好 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不同的排程策略 好 我们去思考一件事 如果你的作用永远就只有 只有什么 只有Long Robin的话 它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你知道有些任务它就比较重要 好 哪些东西比较重要 比方前减任务 对不对 像桌面的系统来讲 我现在打开什么 我打开这个 浏览器 对不对 所以对我来说浏览器很重要 诶 那这时候你想到一件事 我们 要直播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直播软体重要 重要 那问题来 直播软体重要 还是浏览器重要 这个是很难的问题 因为 在 我 这个讲座的当下 我进行这个讲座的当下 我根本不会去管OBS 对吧 就是刚才那个直播软体 我只在意我浏览器 可是呢 如果OBS没有充分的被执行 你根本看不到我的画面 对吧 因为你根本看不到我 就是 你之所以可以看到我的直播 之所以可以看到这个讲座 是为什么 因为有直播软体 把画面中的内容截取出来 然后压缩 通往传输 对吧 所以这个直播软体很重要 可是呢 对我前景的使用者 对不对 我使用什么 浏览器 所以你问我说 浏览器重要 还是直播软体重要 我答不出来 那问题来 如果我们用刚才的long robbie 来执行 可能会很惨 为什么 因为 浏览器的每一个画面更新 跟 这个 直播软体 它的资料流程 可能是不匹配的 比方说更新频率就不同 我浏览器 不会一天后再更新旁边 对吧 像你看我这个滑鼠根据 就没动了 但是我动的时候 就很重要 我动的时候就是 一直在转来转去 让你眼睛把你这样子动 对吧 所以 对我们来说呢 我的排程 如果抽到只有long robbie 这个在 人机互动比较频繁的环境下 就像我现在在跟你直播 就不适合 好 那你打游戏也不适合 但是反过来去思考 如果我让前景的程式 总是有比较高优先权 这样对吗 这样往往这也是不对的 对吧 就像我如果浏览器 很重要 我就把7V之间 都给我的浏览器 那我的直播软体 就没有时间执行了 好 所以注意到 这往往就是个非常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讲CFS 它的厉害 让人拿 它把很多东西切得很精密 所以你可以通过很多东西去调整 它除了原本的设计很精巧 就是它有些设计是延续这个 Big O1的那个schedule 所以它可以确保说 我挑选下一个任务的时间 是 常数时间 常数时间的复杂度 然后除了这以外 CFS 还可以让你去调 比方说你去调说 我的前景 背景 然后说一个任务太久没有回应 那我是不是重新把它的等级 调整 动态的一个调整 所以它的做一个很细致的 它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这个 这个英文字 你可以把它抄下来 这个叫什么 Responsiveness 就是说 我们讲这个 如果是讲这个 Responsive 中文翻译不太好翻 就是说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什么 响应式的 就是回应的很好的 回应的程度 因为讲说 Response是回应 那Responsive 就是说 我回应的状况不错 那回应的状况 我把它量化 就叫做Responsiveness 就把这个回应的状况 但是这个回应的状况 这是需要跟情境 跟你的任务形态 跟你这个原本 你的期待 有很大的观点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这个 讲这个排程 现在尤其Linus的排程 它都是动态的 即便是里面 跑一个long robbing 它还是动态的 只是说动态的程度 就是可以可挑 这是在Linus 比较特别的地方 好 那 因为我们之前 已经有稍微讲过排程 就是在Linus合体设计的讲述里面 就讲到了 所以我们这边 只要专心讲 Linus的排程 Linus的排程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FIFO 注意到 FIFO的全名叫什么 叫FIRST IN FIRST OUT 所以应该念FIFO 对不对 就是 就是开头的字 来缩写 不应该念FIFO 就是应该念FIFO 好 所以我用FIFO的排程 另外一个是RON ROBBY 注意到这两个是所谓的 Lew-time scheduling 扣掉这个Lew-time scheduling 来讲的话 你可以把其他东西叫做什么 叫做Other 就是Non-Lew-time 所以搞清楚 你看到Schedule Other 讲的是什么 是Non-Lew-time的排程 然后如果是看到FIFO 看到RR 都是Lew-time 对应到下图的还是东西 好 看下图很好玩 就是说我们讲的CFS 排程器那个CFS 它那个Fail F是什么 就是这个Fail 好 所以看到这上面可以塞很多 有这个Other 有这个Idle 有这个Batch 这个东西都是Non-RT的 就是跟RT无关的 那如果是RT的 就两个 主要是两个 RR跟FIFO 但是好玩的是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有个东西叫DL 然后上面叫什么名字呢 叫Dayline 好 这个东西好玩 左边这三个什么Other Idle Batch 你不用特别去学 因为像我们现在讲RT 反正就是它跟RT没关 之所以要分那么多种 就是主要去思考它的任务类型 有些任务可能比较适合P次处理 也就是说我不用特别去排程 像什么资料 库完那些什么 我不用特别排程 反正我就想办法A做完呢 A这个任务整个都做完 再轮到B B这个任务都做得差不多 再轮到C 我不要一天到晚去切完任务 因为切完任务是很浪费时间的 好 那现在这个东西适合Page 但是这个东西对RT 不适用 RT在意什么 我重要的任务应该怎样 可以及早的被完成 可是Dayline这个Schedule好玩 好玩是什么呢 它的排程的设计 是颠覆了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它的排程的时候 就有额外的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什么 我就被告知对应的Dayline 所以为什么它叫做Dayline Schedule 好 那所以呢 这个Dayline呢 就会有一个什么呢 就比方说这个EDF EDF 这个EDF的这个 全名叫什么呢 叫做Earliest Dayline First 这个说呢 你问台湾的 学生都知道 你自己想开吧 假设你是大学生 你在台湾读大学 你以为你在台湾读了电机系 资工系 就会学习的专业 屁 不不不不 会啦 屁谣 我没办法讲话 不能讲暂话 就是这个 你会学到专业啦 但是这个专业的比例比较低 你要同时要学嘛 对不对 你有恋爱学们要学嘛 然后 你的专业可能需要本科嘛 尤其电机系同学熟嘛 就毕业学分很恐怖啊 随便都是什么170学分 我甚至上次我在台大 听到有个同学讲说 他拿到245学分 不知道搞什么鬼 我不知道我没有听错啦 如果你知道要怎么修245学分 请告诉我 好 那回到这件事 所以你看哦 你在大学 即便你念的资工电机啦 这一类很 很典型的这个科目 很典型的一个专业科目 专业的科系 但往往就在有那么多考试要学嘛 你真的要做事很多嘛 从通试啦 各式各样的专业学科 那问题的 你可以怎么应付 这时候很困难啊 比方说电子学重要呢 还是资料结构重要 女朋友重要呢 还是作业系统重要 对不对 这个很难讲嘛 这个你讲那个答案都会 都会有固执失笔 可是绝大多数的台湾的学生 都可以做到很厉害的平衡 怎么做 找dayline 对不对 不要说明天是老婆大人的生日 废话 当然你七早八早要做好准备吧 要钱要把钱弄好 要去订餐什么鬼的都要做好 对不对 那反过来说 老婆大人的生日是在后天 但是明天早上 冻八 就要干嘛 就要考试了 那你现在干嘛 不应该听直播 对不对 你要干嘛 赶快去准备考试嘛 对不对 所以dayline在哪里 我的心思就在哪 对不对 这是台湾学生 领先全球的地方 好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有人性的事情 好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另外一个 比较浅显的说法 叫做this time to go 对不对 就是说什么东西不够时间呢 我就快走吧 好 那它本上就是一个动态的排程 好 好 所以它的设计呢 是什么 它是很适合用在什么 reotime的这个作为系统 好 那所以在这个EDF 好 如果去找这个EDF呢 再找Linux 可以找到很多资讯 好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说 在网上可以找到什么 可以找到 100多万笔资料 好 然后 Dayline Schedule呢 就专门为了这件事而生了 它在什么时候出现呢 它在3.14版的 Linux Code 3.14的时候 正式出现 然后 它除了这个EDF以外呢 它还有一个东西叫做CBS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稍微积下 好 虽然我们可能没有空讲 但是 它讲的是 叫做Constant Bandwidth Server 好 所以这个东西很有趣 就是说 以前呢 我们讲排程 是说挑出下一个任务 挑出下一个任务 它是排程最基本的想法 可是往往 南的地方不在这里 对吧 刚刚解释过很多次吧 所以 南的地方在于说 我假设有五个 不是五个 我假设有四个CPU核 然后有五个任务要执行 好 因为我有四个CPU Core 可是呢 我实际上要执行的任务有五个 所以呢 就算每一个任务对应到一个核 总是有一个任务 要跟其他的核共享一个CPU 好 那一旦 一个核上有两个 一个 不是核上 一个CPU Core 上面有两个Task 那这两个Task 该怎么去区分 到底是你50% 我50% 还是你35% 50% 这东西就是 就是要去界定的 所以 在 传统的这个Schedule 是没有保证那些 传统的就是看你的优先权啊 看你的这个策略 有FIFO 有这个 RON ROBIN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是CBS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界定是 你跟我都要50% 那我就想办法 弄到 在某一个CPU Core上面 有两个任务的时候 我可以站到 各个别可以达到50% 或者我个别是 控制到40% 我留下10% 做其他的处理 好 这个就是一个比例 它就是 所以你看到 我在执行的时候 就要抓一个Budget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边讲的东西 跟你以前学作业系统 尤其是恐龙书的时候 你会想 为什么恐龙书没有写这个 这是我的偏见 就是 你恐龙书的作者没有在写作业系统 所以 你知道吧 你自己去Google搜寻一下 找一下恐龙书的作者 他写哪套作业系统 没有 这是文人乡亲的 所以我特别生命 这是个人立场 你真的开发作业系统 而且你真的 你开发作业系统 背了好几万人用 而且你用的人还是怎样 这个软体没有用好的话 还会导致公共危险 像我们之前跟台大电子 还有跟一些公司合作 我们做的机器手臂 虽然不能说多好 但是 它是实际上有部署的 实际上用在 听说的 用在 你听过的某某供应链 那所以呢 这个 如果没有做好 会不会有公共危机 所以 我们就会怎样 我们就会有个意识 就要知道 这东西要怎么进步 这东西有哪些缺失 要怎么改进 但是恐龙书不是这样的 恐龙书的重点是 它是一个百科全书 它就是 这些作者读了论文 他虽然不写作业系统 他不写科弄 没关系 他读了这些论文 然后把你画到重点 你会发现整件事 就跟补习班老师很像 对吧 所以某个假论 它就是补习班老师的笔记 只是说这个笔记 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天到晚 越来越厚 然后前后 有点矛盾 所以 撇开你对恐龙书 这样的一个认知 你会发现 在RioTime的世界里面很有趣 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你往往做事呢 不是只有一个方法 它有好多种办法要做 比方说这个Day 9 Schedule 因为你说 有这个Day 9 Schedule 我要不要FIFO 我要不要R 对不起 还是要 为什么 因为性质不同 策略不同 试用范围不同 所以特别注意到 Linux作为一个 通用的作业系统 迈向RioTime的时候 往往怎样 就是要做这种考量 就是说它典型的传统东西要支援 然后新的 或者特定的用途的 我也去支援 所以知道 这是它的策略 好 接着讲Piorty 那Piorty的话 注意到就是说 注意到就是说 在传统 典型的Unis 其实它没有Piorty这个字 注意到 就说1970年代的Unis 它的任务不是用Piorty这个字 而是用Nice Value 这个Nice Value很好记 就是人善对人欺 所以你一旦被人家讲 你很好 对不对 就是你如果是 Nice Value如果超大 表示什么 表示你就被人家欺 被人家欺 对不对 就是被人家欺视 被人家欺负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的Nice Value是负的 负20是最最厉害的 就是你坏到一个不可附加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欺负什么 欺负好人 你什么人都可以欺负 所以这个很好记 这就是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男人变坏会有钱 对不对 男人变坏会有权 就是那一个是人善被人欺 这个很好记吧 好 所以注意到呢 原本的Unis的这个任务 是用Nice Value 但是这个东西呢 显然会有些限制 限制在哪 就是它不自觉 第一个就是 它不是照这个数字 它是照这种 就是它自明上意思 本来就很奇怪 所以这是 这是当时Unis的一些历史因素 好 然后更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们需要一个精准的刻度 这个刻度呢 可以让我比方说像这个 Riotime Priority 你看到 就是Pathis在规范就是这个 就是规范的 它的Riotime Priority 就是从0到99 而且呢 事实上呢 Linus来讲的话呢 它又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调整 Linus让两种排程方式独立开来 所以你看到 这一页 跟上一页 其实是有关联的 好 认证看这个东西 Dainline我不讲 Dainline是一个很特别的schedule 这个之后再讲 我们就讲这个 NonRT的跟RT的 NonRT的是黄色的 RT的地方是什么 是绿色的 好 那对应到这张图呢 你可以想 如果 你的任务是使用这个NiceValue 它本质上就是什么 NonRT的 好 反过来说 如果你使用到RR 使用到FIFO 它刚好就可以对应到什么 RealTime Priority 所以注意到 这个 上一页跟这一页 是这样 是对得起来的 好 那因为 RealTime Priority 它的范围是到0到99 0到99 有几个数字 有100个数字 对吧 好 然后呢 那个NiceValue是什么 -20到 -20到正19 有几个整数呢 稍微计算一下 有多少 有39个整数 所以我就把100加上39个整数 所以就得到139 好 所以你看我今天透过PS 这个什么 这个命令得到的值呢 就是什么 它的数字范围就是0到139 好 然后呢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打完 这边呢 是RealTime Priority 所以RealTime Priority 所以RealTime Priority呢 还是照PASI的标准 0到99 注意到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 1003.13 或是In3.1b 这样的一个规范 就规范它的数字 好 但是Linux有确定是什么 它把RealTime Priority 跟NiceValue 做一个很完美的结合 对不对 因为这边的新闻很奇怪 但没关系 反正我把这个东西拼凑起来 所以它中间有个字起的数字 就0到139 好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巧妙组 所以你今天看PS的数据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懂了 对不对 然后就说 它有时候讲这个RealTime Priority 对不对 它显示的时候也写这个 RTPO 你用这个 你用那个 好 比方说你用Tub 去Tub去看的话 你会看到RTPO RTPO就是这样 就是RealTime Priority 好 那所以呢 你发现整件事 但是突然有点 脑袋有点发育的感觉 对不对 好 恭喜你再继续 那所以呢 刚刚讲到这些RealTime的extension 其实有一个部分就发现什么 就是说 我需要设定我的这个 schedule的这个形态 然后我们需要设定 schedule的这个policy 那甚至我需要 额外传递一些参数给 参数给这些 就是比方说我要知道现在排程是用哪一个策略 好 好 然后再来是你要知道说 比方说 现在最最高的 最高的这个 六二探排奥里的那个 数值范围是多少 好 那甚至你要像RR R的话 R的话会去 R是不看 R是不看 R是那个Rung Robin Rung Robin Rung Robin是不看优先权的 它只看时间 更正确的话是Time Size 好 所以比方说我今天的 的policy 设定成Rung Robin 好 那我就要去问 好 我这个 R切换的间隔 是多少 好 你看这个有set 就没有get 为什么 因为这个Time Size是谁决定的 是作业系统的核心去决定的 好 所以你这边只能问 你不能设定 如果你连设定都要做的话 你就扮演上帝角色这不对 好 然后呢 就是 在这个 对应有些工具 比方说有个东西 就叫做CHRT 那CHRT呢 它实际的 参数是比画面中列出来来得多 好 不过这边稍微可以 快速 学习一下 比方说 R表示RR 就是non-lobbing排程 然后-f就表示Vivo 然后-p呢 就表示后面接的Priority 然后后面 可以指定一个PID 所以一个程式执行的时候 你可以动态去调整它的Schedule Policy 你可以去动态改变它的Priority 好 那同理 就是说你在PS 你可以特别去看 看什么 RTPriority 你可以看一般的Priority 可以看一般的NICE 能散备能齐 好 那接着呢 就是我们要去看下一个部分 来看这个中段处理 稍微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排程 那其实呢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更大的问题 更大的问题叫做中段处理 中段处理本身呢 这个很有趣 其实它不全然是作业系统范畴 更多的时候是这个 硬体设计 还有帮助你的任务形态 好 我举例要说 你的电脑里面 假设你今天是一个 网路的伺服器 对吧 那 或是说 对伺服器这个很难 我应该具体点 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是开发一套 防火墙软体 防火墙的系统 注意到 不是软体 是防火墙的系统 也就是说你是一整台机器 那里面安装的 网路卡 安装的这个 有很多路的这个 Io的这个 就是有很多 风包会进来嘛 所以它可能有很多的 不同的实体的Ports 就是Ethernet Ports 或是高速网路 甚至有什么Switch 好 那这个是硬体的配置部分 好 那软体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我有大量的风包进来 你想 防火墙的软体要做什么 要防什么 要挡一些恶意的风包 要去挡一些非预期的行为 比方说这种DDoS 对吧 DDoS的全面叫什么 就是Distribute Denial of Service 就是说 比方说 假设你今天的 好 以成大来做的例子 放榜的时候 会有很多学生要干嘛 打开成大网站去看 所以你愿意看成大网站 就是代表成大感谢你 对吧 就是平常 没有放榜的时候 学生根本不会想看成大网站 这是事实嘛 那这个 那问题呢 如果 这个流量 不是 就是平常流量是 假设有100人在看 就一天 一个小时可能有100人在看成大网站 但是呢 突然变成100万人在看成大网站 这就可以了 对不对 哪里都考生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这100万的流量 会不会 它是来自 都是来自固定的区域 比方说都来自台湾 这还可 还讲得通 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个 100万的风暴 一个小时的100万风暴 是来自什么 香港 上海 然后那个 或者是有些什么 中非啦 或者什么的 反正就是你想到一堆 不吉纳法属 就是来自世界各地 这时候你就会 来自可疑了 虽然成大是一个国际化的学校 我们现在有很多外籍生 我这学期上课也有教到外籍生 可是问题 怎么可能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会在这个时间 去关注产当网站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有点警讯了 所以防火墙就会 针对这种不同的 不同的情境去分配 那讲那么多呢 跟中段的观念 有 为什么呢 因为底层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 Ethernet 你需要Mac 你需要Mac 不是那个 苹果店的Mac 就是MAC 或者更好的说法是 你需要NIC 就是内ward interface 内ward interface controller 就是说 你需要真正去解决那风包 有风包会进来 所以你看 即便没有讲作业系统 没有特别去讲 哪一种作业系统 这么多不同的 硬体中断发生的 你该如何是好 所以注意到 这是好几个层面的问题 就是说 第一个你底层怎么做 你底层的intra control 有怎么做 你底层intra的形态 是怎么一回事 再上层 像刚才讲 风包 风包能不能延迟 当然能不能延迟 对不对 风包的处理可以往后延 但是如果往后延到一个程度之后 会不会掉风包 会 那掉风包掉到一个程度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 就对方知道重申 重新传 如果对方没有重申传 或者对方重申 但是你还是没有处理到 那就怎样 就会导致双方 就是传输跟接受 两方的资料是不一致的 好 这当然 不用特别去讲 你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不一致嘛 这不就是上司 我们对通讯的期待 好 那更具体来思考的话 周段它的存在是为什么 因为绝大多数的时候 CPU都是快的 硬体周边都是慢 注意到绝大多数 有时候会有例外 但是绝大多数都是 硬体周边慢 但是CPU快 那我快的CPU 需不需要等慢的周边 不需要嘛 这就没效益了 好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就是 所以我与其呢 傻傻的叫CPU 去等慢的周边 还不如干嘛 就是好 硬体周边我就设定 比方说它完成某件事 触发个中断 让CPU停下来 去看一下周边 那如果硬体没有触发中断的话呢 我CPU就继续执行下一道 命令下一代操作 所以注意到 这个就可以更有效的嘛 在单位时间内塞入更多的操作 所以Intra的产生 往往是为了什么 为了更有效率的 调度 可是问题来 如果你的中断发生很频繁 你会导致CPU 没办法怎样 没办法很顺利执行 因为 比方说你CPU 在做一个运算 比方说 Fibonacci的运算 比如说比特币的挖矿 对不对 但是你的中断就一直发生 网络就一直进来 所以你的比特币 再算了一 hash 算了一半 都还没有算出一个样子 又被网络风暴打断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那你说这个东西重要 重要 然后呢 我们刚刚讲过 处理风暴整件事呢 它也可能是一个realtime task 所以我作为一个realtime task 尤其像刚刚讲那个防火墙 它就一定要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嘛 你没有在指定时间内完成 人家干嘛买你的防火墙 人家干嘛买你的网络设备 对不对 你就是因为宣称达到这个能力 好 那目的 你该如何达到这件事 以及大量中段发生的时候 你该怎么让 让这样对效能 对行为面的冲击降到最低 好 这就是需要什么 作业系统 还要是需要整体的规划 好 那接下来继续看 就是说 在Linus核心设计 我们有一个对应的讲座吧 好 记得吧 就是 叫什么呢 那我想一下 突然忘记叫什么名字 叫做 中段处理和现代架构考量 你们还记得吧 那在这个中段处理和现代架构考量 其实我们就讲到很多东西 好 讲到这边就顺便帮大家复习一下吧 就是比方说中段处理 所以有个朋友说 中段的发生 它其实不是直接到处理器 会经过一个什么 IC 那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interrupt controller 所以它有个中段的处理器 然后呢 Linus处理中段的也不是那么快 会到那个Divine Driver 没那么快 它其实也会分阶段 就是跟价格有关的部分 然后再来是跟价格有关的部分 然后再来是跟价格无关的部分 然后再来是真正注册的Divine Driver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长的路径 那除了这以外呢 还要考虑到什么呢 还要考虑到 你有各样的中段 那就会有不同的来源 那甚至还有彼此间是有什么 优先权的 那甚至中段的处理 还会对应到不同的CPU Core 对于不同的CPU核 好 那就像画面中 你看到对方 中段处理做到一半 有可能这样 有另外的中段发生了 好 所以你看中段J 除以到一半 K发生了 那K除以到一半呢 可能有别的东西发生了 好 然后呢之后再回到J 好 那J除以完再回到USUAL SPACE 好 那除了这以外 你以为就结束了 没有 还有一个东西叫Differable Work 好 Differ的字在 在这个英语里面的意思 就是说 拖延 就是有些东西是可以 可以 可以 这个字要翻成中文 都不太好翻 但是DifferableWork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认为的本身可能会被拖延 就像什么呢 就是说 你看你想像一件事 总机小姐 如果你现在开的是一家科技公司 或者更明确来说 你开的是一家 好我随便讲 不要说是类似KKBus 这样的公司 注意它类似 那KKBus这样的公司呢 你很明显的 软理工程师是 就是KBus这样的公司的一个什么 一个很主要的成员 那除了软理工程师以外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有人去做行销 去做市场 但是别忘了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总机 好 可是呢总机这个很有意思啊 总机这种工作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忙的时候很忙 对不对 可能早上某个时间 或者说KBus要宣布 跟某某客户合作 或者说 某一段时间有什么国外访客来 或者说这个什么Juliai来台湾宣传 不不不不 不用想 反正就说 有一些事件会导致总机很忙 但是总机不忙的时候真的还蛮闲的 有可能乍看蛮闲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电话 好像乍看别的事 好 那问题啊 既然总机有所谓忙到 吃手手忙到很忙 那你说怎么办 有些公司比方说联发科 就会在楼下聘了好几个总机 联发科好像有四个总机吧 那 那问题啊 四个总机能不能应对一些特别状况 对 比方说联发科有时候遇到一些重要的事情 你也知道什么重要事情 比方说Intel宣布的 宣布不搞5G的 这件事对联发科就会怎样 就会有影响 那就会有人询问 好 那这种询问另外就很多 那四个总机小姐可能也是不够应付的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总机就要去判断 所以注意到 像联发科的总机的学历都很高的 就是不是人漂亮 不是谈吐气质高而已 对吧 人家学历是很高的 所以就会有个策略是什么 哪些是可以请对方怎样 Press hold down 对不对 他就说 可不可以晚一点再回复你 那有些就是非处理不可 而且有时候处理的方式还需要怎样 需要现场的一些资源 比方说 你看像联发科什么 联发科集团 大概有一万个雇员 就是一万个 employees 分布在海外 但是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急难的需求 比方说我讲个实际的历史 放在我身上 我2012年我去参加Linus Foundation 举办的这个 Embedded Linux Conference Europe 顾名师就是 迁路士Linus的研讨会 在欧洲的 由Linus基金会举办的 然后那个举办地点在巴塞隆纳 然后呢 我是第一次 2012年我第一次去巴塞隆纳 我好兴奋啊 然后就是 所以演讲是其次 主要就是去那边玩 好 但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我拖着行李 经过一个广场 然后就搭公车 然后下车之后 经过一个广场 那个广场只要走500公尺 就会到我下榻的饭店 那我就很开心啊 我就一边看着风景那些什么的 好 那是悲剧的地方就是发生了 就是有人抢我的东西 好 其实我可以接受 他抢我一点钱 但是讨厌的地方 他把我护照 把我想的到东西都抢光了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只能拖着我的行李 那我的行李 里面只有衣服 没有钱 没有什么屁都没有 好 所以我遇到很大的困扰怎么办 所以我就找求救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就知道 打电话回去给连巴克 唯一记得起来电话 大概就连巴克的电话吧 然后就打电话回去连巴克 说我被抢了 哭哭哥救我 对不对 那当然总机小姐 没办法为我做什么事 但是宣打 所以帮我去找救兵 对不对 好 所以像这个东西就很关键了 对不对 一个连巴克的职员 在海外被抢劫了 对不对 这个当然公社立场 要能够去救 但是要去救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去救 对不对 但是也不能不救嘛 对不对 不救不讲人情 那救的话也不好救啊 对不对 因为这个连巴克在巴塞隆纳也没有办支出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搞到后来就需要什么 外贸协会 就是那个 不是那个外贸协会 是那个对外贸易协会 用台湾跟那个西班牙没有外交嘛 然后那个 所以就很麻烦了 反正还请对方 带了足够多的钱 因为我刚才讲 还记得我刚才讲的话嘛 我拖着我心理下 我的饭店就在500公尺的距离 但是我身上什么屁证件都不见了 所以我根本没办法下他那个饭店啊 对不对 你知道悲剧了吧 所以 但是我不住饭店也不行啊 而且我最惨的地方是什么 我隔天就要演讲 所以我在2012年超惨的 就是我演讲的时候完全没电脑 完全没有投影片 为什么 因为你想得到我的东西都被干走了 然后更惨的地方是什么 更惨的地方是 我当时的电脑都是需要那个 那个什么 需要那个 public key system才能够存取 就简单说 我随身会带着一个 USB的转 USB的那个随身碟 然后放我的key 所以我即便要登录远端的server 我是需要插入那个key的 可是那个key好死不死疑也是被干走 因为它放到宝宝里面 就是不是放我的形象 放到宝宝 拿出那个东西被干走 所以就算人家既有电脑 我也开不了我的 开不了我的伺服器 超惨的 好 然后更惨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太累了 因为折腾太久 我连我google的密码都忘记了 所以我前面把google的密码打错 然后呢 因为存取次数太多 用的呀 就不能用了 好 所以那其实是真正悲剧 从头到尾就靠那个 研发科的总机小区 帮我去调度 好 所以整件事呢 就是说哪些东西很重要 哪些东西是要可以延后处理的 总机小姐都很熟 所以他知道什么 deferral work 他知道哪些东西是要什么 重新排成 这其实每天都会发生的事 所以你看到 我们今天探讨作业系统 其实呢 它的出发点都是非常人性的 硬体是死的 CPU架构也是死的 就是它很 不是死 就是它很 很很很很死板 或者很 呃 限制很多 或者它 它本来的规划就是 有很多那个 呃 有很多拘束那边 但是软体的 尤其作业系统 它想象是很丰富的 因为 我们作业系统的存在 就是希望扮演应用程式 跟硬体之间的一个什么 一个桥接 那应用程式的想象 那很多啦 对不对 应用程式当然系统 可以分分地支援 我可以使用很多很多功能 甚至我 我可以 我可以在 手机休眠的时候 把手机叫起来 只是为了干嘛 LINE 对不对 显示这个新的讯息 对不对 这是一个请求 那底层作业系统 要不要去支持 要不要去取可 对 这两码之四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这些天马行空 这些不同的需求 都是由作业系统 要付全责去做的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 中段处理 都是要考虑这个议题 所以比方说 中段处理也比方说 Testate VoreQ 盘主持续 都是为了满足这些考量 甚至包含说 Molecore 3D IRQ 这些东西 考一进去 对不起 都有 你看到 我们在中段处理的时候 就已经跟各位介绍过什么 Print RT 对不对 其实这份同片 就跟各位稍微介绍过了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什么事情 就是说 其实中段处理 永远都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而且它往往就跟 realtime的需求 是息息相关的 好 那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我们刚刚讲到realtime 好 那在下一个直接面对的事情 就是contact switch 好 那这个contact switch 好 那这个contact switch 比方说中段发生 就意味着什么 CPU的状态会切换 那原本CPU所执行的程式 就会被打断了 好 所以这个叫什么 interrupted task 就是原本的程度就被打断了 那被打断呢 它这个原本的状态需要保存 好比方说存在记忆体某个地方 或者存在其他的暂存器 好 不管你什么方式做 这就需要什么 这就需要把目前的这个暂存器 这些register file 这些原本的状态 保存在某个地方 好 然后呢 呃 反之 当我这个 比方说从A 到B 那B 又可以切换到A的时候呢 是不是要把什么 原本保存起来的状态 还原到什么 目前的暂存器内容 还原到目前的这个CPU设计 还原到目前的CPU的这个 指定的这个Persession Mode 或是这个指定的这个Privilege 对 好 所以呢 这个东西什么 这个东西呢 就是Context Switch 好 然后这个Context Switch 针对不同的处理器 有不同的设计 来好 比如说 某些DSP 或是某些CPU架构 比如说PowerPC 好 甚至有专门为了去加速 加速什么 Context Switch的这个 呃 的那个机制 好 好 然后呢 在Context Switch 麻烦用什么呢 就是 中外处理人的网友 他可能有Nesting 注意到Nesting Nesting Nesting 依据台湾的翻译惯例呢 不是翻什么千套 还是套钱 不是这个啊 那是对岸的翻译 好 台湾的翻译 很直接 叫什么 叫做潮壮 Nesting 各位先念Nesting 超壮 对不对 你不觉得这个翻译很好吧 你翻个什么千套 还套钱 搞批啊 这是什么鬼翻译 好 那后来就是说 我们今天来看就是说这个 这个 你看这个中段 原本的中段处理 应该是最早 最早你有个任务 后来出发中段的时候呢 你会切掉什么 切掉ISR IntraHandle 那为什么他缩写掉 ISR 是因为叫做 Intra Service Team 就是中段的处理尝试 好 然后呢 再来什么呢 这个ISR执行到一半 又有个中段出发了 所以为什么称为叫潮壮 对 就是一层一层 你看 潮是怎么样 外面看到一个样子 你如果细看呢 诶 里面有一圈 那如果看里面那一圈 诶 发现更里面有一圈 对 直到 直到一个地方才会停下来 那反过来说 你从最中心往外看 就一层一层 那边一直包覆下来 你不觉得这个翻译很棒吗 对不对 所以以后不要再什么 讲什么 什么牵套套歉 拜托 那如果可以的话 你也去纠正一下 这个对案的朋友 因为那个翻译真的很糟糕 不知道谁翻译 好 那所以呢 很显然的 这个Cardex Switch 就是有什么 它就是有代价 你就是要频繁的去切换 从这个 你的记忆体的内容 搬到暂程器 暂程器的内容 搬到记忆体 然后你要把CPU的模式切换 什么设定 这都是有代价 这些代价 一旦发生 对不起 都会影响到 Determinism 对不对 就是说你想一件事 假如你的任务一天到 来做Cardex Switch 而且做Cardex Switch 一天到晚做Cardex Switch 可能还好 但是如果你Cardex Switch 成本很高 而且麻烦的地方是 你甚至讲不出 它最差的情况下需要多少时间 也就是说 你做Cardex Switch 有可能会Switch到半天 这个东西就会影响到 realtime的表现 所以注意点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realtime 我们着重的地方是 Deterministic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在设计之初 设计的前期 以及在落实的过程中 相关的环节要搞懂 它这样的设计 在最差 在严苛的情况下 在极端的状态下 它的表现是这样 否则你永远不能这样 meet the deadline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不能meet the deadline 那你就可能这样 你就可以得到 巨大的损失 尤其对Hollywood 这样的损失就是可预期的 好 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Clock Interrupt 那在我们之前讲 Linus核心设计的 中段处理 其实就提过了 就是说 你可以想像说 这边的timers 注意到你有两个字 可能很容易搞混 一个叫Clock 一个叫timers 这两个字很有趣 就是你问任何一个 电机系的同学 他可以 告诉你一些区别 一些区别 比方说 你去问电机系的同学 什么叫 55 timer 就是55計时器 好 那 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这个机体电路 然后用在计时器 产生 迈充 产生一些震荡电路 它的很经典 它这个东西经典在哪里 它就是很简单 它所有电路就像画面都这样 可是你可以拿这个东西来做什么 比方说这个 播那个 播那个什么电子音乐 对 就是这个 你要播那个什么 电子音乐 要打节奏 打节拍 用什么东西 用55計时器可以做 那或者说 你要设计一个闹钟 闹钟呢 闹钟的重点 不是那个闹 而是说 你要在指定的时间完成 好 比方说呢 我在晚上8点 按下闹钟 希望明天早上8点 那个闹钟可以想 好 那不点 现在如果是晚上8点 那明天晚上 明天早上8点 这 现在8点跟明天早上8点 记忆多少 12个小时 好 那12个小时 有多少分钟呢 就是12乘以60 对不对 然后 它有多少秒呢 再乘以60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由这个 计时器的这个震荡 去算 算什么 我该震荡多少次 然后呢 我该触发什么 触发闹钟的闹 就是开始铃响 我相关的操作 这就是 我们称呼叫做 55 timer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 你会不会叫它55 clock 诶 这个好玩 你看 你看这个字 它说什么 using the 555 timer logic timer logic clock 所以你看 有时候你看 在那个电子啊 或电路的时候很尴尬 对不对 就是它明明那个IC叫做 叫做55 timer 或是叫 就是555 那个那個那個 timer 那 可是呢 它的又可以拿来充当什么 clock 所以你看 我们讲的timer 其实它的本意是什么 它的本意就是会有这种脉冲 你就想说timer就像什么 就像这个 潮汐这样 或者一个规律的事情 可是clock呢 是一个比较偏人性的 就是比较偏这个 应用需求的 就是说 我们的timer是周期性的 去触发周期性的去更新 周期性的去 去维护我的状态 对不对 就跟你的电路一样 可是clock不一样啊 比方说你现在看时间 比方说我们这个直播 在晚上直播啊 讲得很烦啊 搞了半天我还是没有听到 就是为什么这个 这个宅舍物导师一听到 讲鬼扯蛋 讲了一些风花雪月 很讨厌 所以你就有点听不下去 你要干嘛 你打开你的手机 去看你现在几点啊 然后看你这个右下角 或者左上角的一些什么 时钟 所以你看 我们更多说讲clock 在意的地方是它的用法 其实我们没那么在意 它的震荡 也没那么在意它的脉冲 也更不在意 它电路上怎么做 所以你看到timer 是一个比较低级的东西 clock是比较高级的 所以你大概可以区分 好 然后呢 注意到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你看左上角 叫timer 所以你可以想到timer 就是一个震荡器 所以比较说我们的时音震荡 这个像时音呢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什么 时音啊 云母啊 这些材料就很有趣 你只要给一定的 在一定的条件下 你给它一个什么 电压 它就给你稳定的震荡 那所以呢 如果你把这个震荡 当一个输入 然后呢 你把它连接到你的电脑上 而且呢 每次发生这种脉冲 这种这个什么 这种 呃 这种 电路上的行为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触发一个 对应的中断 然后呢 我就对应了这个ISR 对不对 还记得ISR 就是讲这个 interval service routine 那所以呢 你可以想 我左边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周期性发生的事情 那右边的是什么 是这个ISR 所以我就可以在ISR里面做什么事情呢 比方说排层 诶? 奇怪就是用timer interval里面做排层 这器材好像很匪夷所思啊 没有 这东西 常见的嘞 好 比方说呢 这是我之前跟学生一起开发的作业系 我们叫做 mini 好 顾名思义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小型的做系统 好 然后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去 这个 你可以点那个 0 呃 不是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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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可以去点这个06 那点这个06之后呢 不好意思啊 我太久没有看程式码了 所以我要偷看一下 好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 在这个 这个作为系统 它会去注册一个handle 叫做sys tick 你大概猜出来 这个sys tick tick什么鬼 就是 它每隔一段时间就干嘛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一个timer 那timer一触发的时候呢 cpu的状态改变 那就会 而且就会 跳到注册的程度码去自行 好 所以这边很显然 这个是什么 这边是isr 好 可是呢 这个isr里面做的是 这个isr里面做的是 可有趣的啊 它把目前的状态存起来 然后把什么 把原本放在 机体某个地方的东西 把它还原回去 诶 这不就是刚刚讲的content switch 对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content switch就在什么 就是在这边做的 然后呢 你可以继续看07 07的地方就会做得更精巧 比方说 那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 我也要偷看一下 很久没看程式码 你忘记当时怎么写 我们有尝试给你一些那个 给你一些那个 给你一些 注解 好 注意到呢 这边 你从名字大概猜出来 它是一个handler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诶 它这个东西叫PenSV 那你可以Google搜寻一下 那总之就是说呢 呃 一样 它也是一个中段的一个 它也是一个中段的一个处理尝试 所以 ISR Interval Service Routine 可是呢 你看哦 扣掉上面那些组合员 你不管 反正你已经跳过它了 你又发现什么事情 底下在31行写一个神奇的注解 找到下一个要去执行的任务 这不就是Schedule 对 所以事实上呢 你大可在周期性的interrupt的handler里面 写一个Schedule 所以你想 诶 这东西如果我每10ms触发一次中段 你看哦 回想一下刚刚的图 假设呢 这个什么 这个每一个每次中段的发生的时间 就是Schedule 好 然后呢 我每次呢就是跳出下一个任务 你看哦 这个程式码 哎呀真的不是我要说啊 这程式码 真是 真是 真是唯美啊 你看 唯美的地方在哪 我就把它加加 加加到一个等级之后干嘛 就把它清成0 所以就是 假设呢 假设我有任务编号 0 1 2 3 4 5 所以我就是 现在目前是置信0 好 发生中段的时候呢 我就把0加1 变成1 好 然后呢我就跳到任务1 那任务1 正在执行的时候呢 过一段时间又触发一个中段 好 比如说我把一个中段 然后最后就跳到2 好 然后呢 从4跳到5的时候呢 诶5再加1就不到 就到 到于我的 上限了嘛 因为我总共只有 0 1 2 3 4 5 之后就到6 好 所以到这上限的时候怎么办 我把它清掉 就变成0 所以呢 诶刚好就可以透过这样子 所以你看哦 你会注意到 这段程式嘛 从 这段西元 从第23行 到45行 刚好就实作了什么 实作 Rone Robin 好 所以呢 它的这个Time Interval 由谁来决定 由中段触发的时间来决定 那 它的这个Isr 做什么事 就是挑出下个任务 而且把必要的这个Country Switch 做好 就这么单纯 所以 其实你要想 诶 你以前在教科书 学了什么Lone Robin 学了什么FIFO 学那个什么 什么Shorties Jump First 你不觉得很烦嘛 诚实码就那么简单 那为什么孔书 可以把它写那么奇怪 对不对 只有一种 真相只有一个 因为这些人没有写过OS 对不对 所以就把你搞得那么的复杂 而且它也不能把它写得太详尽 改版的时候你就不会看它 对不对 所以它一定要每次都留一首 对不对 就是你看这恐龙书 出了第10版的搞屁 对不对 你想看 在你读过的电脑科学的书 哪一本教科书改版改了10版 对不对 想想 好像没有什么那么多的对不对 当然数学类型的不算 数学类型比较特别 D9明星 但是你想 你的资料结构 你的演算法 你的线性代数 你的离善数学 这些教科书 很少改版改到10次的 但是孔书有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就是孔书的阴谋 对不对 好 你看我对孔书的 评价已经讲得很明显了 好 所以 请你不要拿孔书的问题来问我 这个 对我来讲会很困扰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 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 Timer 由固定周期脉冲 所触发的中段 然后整件事呢 比如说我们 可以把它叫做 Clock 你可以叫做Timer 也可以叫Clock 只是说 我们讲Clock 讲的是什么 比较高阶的想法 就是在用的情境 好 那接着呢 看下一个 就说如果呢 你的时间间隔 都是固定的 那我们就称为这个东西 叫做Tick 好注意到 Tick这个字很特别 呃 我们刚刚讲那个Timer 刚刚讲Timer Timer在那个 电子学 就电子学的观点来讲 它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能量的变化 对吧 然后它就是一个脉冲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我今天你会有这个 电位的高低的变化 好 然后呢 我怎么去触发 好那我可能透过这个 像刚刚讲的 时音震荡 时音啊 原谋这种东西呢 它放在什么 就是给一定的电压 好 然后开始有震荡 那这个东西呢 在电子学上是可以很明 很明确去描述它的状态 那当然我今天这个半导体工业 也发展得很好 那可是好玩的地方是说 如果你的系统里面 它的这个时间间隔都是固定的 好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术语叫什么 叫Fixed Quentin 好就是说它的这个时间间隔固定了 好那我们就把这件事叫做Tick Base 好 好 那注意到呢你在作业系统的术语 注意到这个术语 OS kernel的术语呢 有个东西叫Tick Advanced 好 那这个 呃 诶 对不起啊 为什么它一直没有找到对的字 想想 Tick Advanced 这个 好 好 注意到呢 这个 Tick 它是每 就是刚刚讲的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时间单位 对不对 Tick is just a unit of time 所以它是一个时间单位 好 那注意到呢 它的一个很基本的操作 我们称为叫Advanced 就是这样 就是你可以说递增 或者说推移 反正看你中文怎么翻 好 那这个Advanced很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它其实它塑造了一个 塑造了一个时间戳击 对吧 就是你想一件事 就是说我的电脑从开机 做好这些Timer的设定之后 是不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这样 就会这个 就会一直 就会触发中断 对不对 所以你的Tick就一直叫 不是叫 是一直加 好对不对 所以但是注意到我们不就Advanced 对吧 要用Advanced 就是说它一直往前推进 就像那个打仗 对不对 就是要去重返德军总部 对不对 就是推进 好 那这个 进入德国的领域就只能往前 不能后退 所以它一直干嘛 Advanced 好 那所以呢 注意到 这个东西的关键是哪 我们今天排成 不管你是Long Robin 不管你是FIFO 不管你是那个 像是刚刚讲的EDF 它其实底层都会有对应的Times size 这个Times size 就对应到特定量 这个是吧 的那个Tick 好 好 那这时候呢 又可以解释另外 又可以介绍另外一个字 叫做Tick Rate Rate 好 有时候会找到不同的东西 好 然后呢 我们刚才不是讲过一个很基本的观念 好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操作这个 操作刚刚才讲那个什么 操作这个 操作这个 排成的时候呢 那 因为底层一定有个硬体 这个硬体就是比方像石英震荡来什么的 它就是有一个 每隔一段时间会触发通断 好 可是呢对你来讲 你要的东西是什么 你要的是比方说10ms 对不对 那请问10ms 石英震荡到为震荡的起始 这个东西是要界定的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中段 它也不太可能每三步时就触发 中段如果是三步时触发 你就光是忙这个 忙这个中段 就忙得死去活来 对不对 所以往往我们会想法 把这个时间间隔 设定在一个合理的 你如果设定的太密集 那变成说你CPU 都是在处理中段 这是完全错误的设计 可是呢 如果你把这个时间拉得太长 比如说你10秒当个间隔 那你作业系统 大概也不用设计了 你看到你10秒才能够去排成 10秒才能够去反应周边的行为 这边是太慢 所以过游不急都不好 所以做一种难就难在什么 你要去设定一个对应的 我们称为叫做 就是叫做 Tick Rate 或者是叫 Timer Interrupt Rate 然后在Linus来讲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抄下来 这叫Gifis 那为什么叫Gifis 这是有梗的 所以网上可以找一些材料 好 所以你看 我们今天讲这么久 都还没有讲到Real Time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先搞定很重要的观念 这个观念叫什么 就是时间 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探讨 好 那我刚才提到的就是 以Tick为基础 就是固定时间间隔 那你就会有对应的像 Gifis 这种 Time Interrupt Rate 好 然后呢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还是会做一些变动 这里是做一些 什么 从1950年代 1960年代 一直到今天 都还值得去学 因为人的想象力 人的需求真的太多元了 好 回来思考一件事 在这样的情境 注意一下 我们讲这个Tick Base 以Tick Base的情境 有什么问题 如果是一只手机 你想想看 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忙的时候很忙 对吧 就像总机小姐一样 忙的时候很忙 闲的时候呢 不是 这个对比不太好 这个联发客人会打我 就是 就是 电话多的时候很多 没电话的时候 可能整个下午 都是没电话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如果说你是Tick Base 的话有个大问题 就是你忙的时候呢 你可能一直接电话 一直处理 不忙的时候就没电话 对不对 这是显然事情 那我们有可能 让不忙的时候 不用守候在 电话前面 因为你看原本的逻辑是什么 反正我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电话 每隔一段时间 就有事件 那你就去看 该处理了 该做什么事了 该排成了 该做什么了 可是 你自己想看 比方说 一天的晚上11点 在联发客 很可能就没什么电话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不需要 时刻都 都有人坐在前面去处理 对吧 那你可以做什么事 你可以把时间进去拉长 对不对 就比方说 早上很繁忙的时候 就是从早上八点开始 那我就可能 就是每一分钟 我就该有去检查 就特定的事件 要去处理 要去看 该更新的 该不同分公司 不同状态的 要去看 然后有什么海外救援需求 也要去处理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晚上的时候呢 我这个间隔就可以拉到 你不能不处理 你还是有海外需求 对不对 像你想看 我在巴塞里头被抢的时候 对应到台湾是几点 就很深夜的 但是总是有人接电话 对不对 所以还是要有人去接 但是他的间隔就可以拉长一点 早上八点的时候是一分钟的间隔 就是保证有去处理任务 晚上就可以拉到什么 比方说五分钟 十分钟的间隔 这还算合理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怎样做呢 就是说我这个就不是指依据这个tick 固定周期的tick 不是 我们是有事件的 所以我的事件很多种 clock本身就是一个事件 但是呢 你也可以别的事件 比方说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 大部分时候我在休眠 我这个时间可以拉很长 那你什么事件 比方说按下那个什么 电源键 按下power key 对不对 去干嘛 去把手机叫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出发中断 那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在这边来讲 我们就从什么 就从 tick base 变成 event base 变成event base 对realtime 有极大的影响 所以注意到 因为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说 我们对这个时间的控管 意味着说我们对于这个 除了流程 有更细致的安排 而且以手机来讲 它可以创造什么 更低的功耗 对不对 因为你以前 比方说你这张图来讲 它每一阵子就要醒来 不管就算没事做 就要醒来 但是如果说切换到event base 你是有事件 有需求 你才去服务 不然就是 多数人家可以进入休眠 所以这个 这样的一个tick list 它的术语叫tick list tick list 就是在kernel里面的实作叫做tick list tick list tick list 不是这个tick list 另外一个tick list 这样的实作我们称为叫tick list kernel 注意到不应该把它翻成无忌词kernel 这个翻译有问题 这个很怪 就是应该把它翻译成不依赖tick 不依赖tick的kernel 或是与tick脱钩 它的大概意思是这个 或者怕麻烦你就讲tick list 好 所以像这样的状况我们就称为它tick list 不是它不需要tick 而是说作业系统的运作跟tick可以脱钩 大家注意到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反对把它翻译成无忌词 对不对 无忌词就是这样 是不用管tick 不是 脱钩不代表 不代表不要 这是两码字式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探讨这个 Riotat里面很核心的概念叫做licensing 好 我们重新思考一下什么叫latency 注意到latency它的存在在我们在Riotat的词汇 它其实要有个主题 这个主题是谁 重要的能力 好 你看再回想一下我刚才前面在直播的时候讲过 你看我们这边前景是什么 前景是一个browser 那我的背景是什么 是一个 OBS 就是直播的软体 对吧 那我刚才问题就是 到底是浏览器重要 还是直播软体重要 那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对不对 对你来讲 诶 乍地之下 那个什么 乍地之下直播软体当然重要了 可是问题是 如果直播软体占掉所有的资源 导致我的浏览器用的很不顺 那我可能就不想直播下去了 对不对 不可能就回答网友的问题 那这个讲座就很顺畅了 所以某个球 诶 这听起来浏览器也很重要 所以遇到这种 到底是A重要还是B重要的议题 所以其实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 我们要去定义 什么叫重要任务 你必须要定义出来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还有你的排程要是什么策略 我才有办法继续谈它下去 所以假设你可以讲得出来 哪个任务重要 好 所以这时候好玩的地方怎么玩 当我一个重要任务被排定了 不要说这个 注意到目前的红色这个东西是什么鬼 不是那么重要任务 不是看到红色就重要 红色在这边来讲只是不重要任务 但是我在这个时间里排路了 可是我在之后过了一段时间 才真正这个重要任务执行出来 那我们就把这个排定到真正 就是触发到 触发排程到真正指使任务的时间阶段 我们称为Latency 那中文翻译叫做延迟 它有个前提叫做 重要任务 那你说 反过来说 那你说绿色重要 那红色就是什么 那它就不重要 那所以不重要的东西是没有Latency可验的 好再讲一次 Latency它的存在就是指针对重要的 当然一个系统里面它可能有最重要次重要 但是也有不重要 那不重要是不需要谈Latency的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今天这个东西 我们去强化 比方说去强化我们在RioTime的表现 我去强化重要任务的Latency 缩紧它的Latency 意味着什么 无重要任务就被牺牲了 所以就这样 这是一个零可游戏 好 那在Latency来讲的话 更具体来讲的话 其实它有好几个来源 注意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为言大意 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有确定在哪里的 先看 先看 纵轴 纵轴你会看到一个叫做 Intra Context 一个叫做Process Context 那这是我们顺便解释一下 Context Context这个英文很难翻 就是 在Linus核心设计里面 我讲那个Schedule 的时候我就讲过Context 这东西不太好翻译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那个 前情提要 对 然后你去看那个什么 玫瑰同龄眼 对 或是什么蓝色蜘蛛网 这个 这个 以前台词很有名的一集 然后你看 你看那个蓝色蜘蛛网也好 那个玫瑰同龄眼也好 那你就发现说 前面都有前情提要 这个前情提要就比较像对吧 这样Context 因为我们刚才提过了 就是说任务在切换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当下的这个 register 当下的一些处理器的模式 把它保存在某个地方 之后再把它还原 就想想 那玫瑰同龄眼也好 那蓝色蜘蛛网也好 那蓝色蜘蛛网也好 它本身上就是 戴戏脱口嘛 对 就是 它就讲一些故事嘛 想办法让你吸引你的注意力 然后中间再安插一些广告嘛 就达到这个 达到什么电视台的 盈利的效果 这OK 这没什么 这个本来就是商业型的 无可厚非 但是呢 既然把这个 穿插那么多广告 而且甚至把它变成好几周 如果你去看那个蓝色蜘蛛网 那个很夸张 我看那个东西都是需要 需要八倍速播放 不都看不下去 但是我还是很想看 就是 想要知道以前都在干嘛 好 所以你看 以蓝色蜘蛛网来讲的话 它可能 某一集就会分两周 或是三周去这样去举行 所以你看 如果是每周五晚上 有蓝色蜘蛛网 那你这周五的时候 看到的时候 你也去想 之前做什么 所以它就有个前情提要 在讲这个 所以这就是context 那同理呢 我们讲一个process context 就在讲什么 就是讲一个process 在切换的时候 它的那些前情提要 同理interact context 就是讲出什么 它在切换的当下 切换的这个前后 所保存 所还原的那些内容 所以主要先搞 这个词汇的定义 好 然后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张图好玩的地方是 中断 这张图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中断发生是谁处理的呢 是interact controller 对不对 前面讲的IC 在处理的 好 那IC呢 会通知处理器 干嘛 通知处理器做什么 切换模式嘛 比方说从原本的执行模式 切换到中断处理模式 好 可是这件事不会一触可击 它不会那么快就发生了 所以它基本上就会延迟 所以这跟硬体的行为有关 所以就是这个interact Linux 这个跟Linux无关的 Linux管不那么多 这是硬体的行为 好 可是呢 一旦呢 这个interact handler 一旦执行 就跟Linux有关了 因为interact handler的执行就是什么 就是软体去写的嘛 所以软体呢 就会有不同的写法嘛 有的写法会比较耗时间 有的写法会比较 时间比较短 或者说你打开编析最佳化 跟没有打开最佳化 就会有很大的区隔 对吧 好 然后呢 呃 你中断处理完之后呢 就是你看 前面中断真正执行的时候 中断的那个interact handler 真正执行之前 会有什么 interact latency 好 那interact handler执行过程中 会有个interact duration 好 然后呢 中断做完之后 那就会涉及到一个reschedule 为什么要reschedule 因为你从哪里 就是你中断发生之前 你在做什么 这个时间点之前在干嘛 一定在执行某个任务嘛 然后你在执行一个 执行一个什么 资料库的程式 执行到一半 诶 结果网路风暴进来 赶快跳进去 interact handler去执行 然后呢 这时候要回来 回来什么 要重新排成 好 可是玩 有趣啦 重新排成是有成本的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哦 我们之前讲这个 Linus核心设计的讲座里面 有讲个schedule 那我们有介绍到什么 一个讲一个 O1schedule 还记得吧 O1schedule 让你忘记把你打开一下 不只挑选任务的排纯区 我们之前讲的这个O1呢 是讲这个什么 时间复杂度 然后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是讲这个什么呢 讲这个 你看这个 Linus 2.6 科诺以后代表带来的 这个O1schedule 他讲的是时间复杂度 好 但不代表说排成的时间是固定的 他只保证什么 只保证的选出下一个任务的时间 复杂度是什么 是常数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呢 当我们的schedule 执行之前 比方说那些什么 那些资料结构的设定 那些处理啊 什么鬼的 那都是要耗福时间的 我在2017年 跟我的学生一起在Linus Foundation 举办的 Invade Linux Conference 上 我们就发表一个 这个东西的 schedule latency 不可以小觑 这耗费成本 也是用microsecond来算的 同理 schedule duration 它耗费的时间 可能会比你想象中的大 在我们量到某些case 甚至可以超过 就是可能会到microsecond 都有可能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讲的big all1的schedule all1的schedule 它在意的地方是什么 在意是选出下一个任务的时间复杂度 可是在你选出下一个任务之前 你要干嘛 你需要做设定嘛 比方说你要去设定这些q 设定什么鬼的 对不对 这个是要时间之分 这个东西不是 不是放在月球就会 变得霹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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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不会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是要时间是要规划的 而且这个东西还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cash 涉及到 那个什么 处理器的这个 模式 注意材这种东西 所以总之呢 就是schedule latency 跟schedule duration 真正执行schedule所花的时间 好 那总之呢 由schedule挑出下一个任务之后 才会有个右边看到 右上角看到那个什么 一个running task 所以看到 好 那样什么呢 当你的中段 触发 到你真正任务 你期望被执行 终于花多少时间 好 其实是会有额外的 就是没有这个时间差 这时间差怎么算 interal latency 加上interahandle duration 再加上schedule latency 最后再加上schedule duration 这才是你真正的延迟 所以以这边来讲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跟大家探讨 个别的东西来什么来源 第一个 interahandle 在interahandle的处理之前呢 它基本上是什么 只是硬体的时间 所以不用特别管 但是这边还是要有东西 稍微给各位知道 这个 这个延迟呢 除了硬体的限制以外呢 还有东西要处理 就是说 因为中段有可能被kernel去disable 哪些地方被disable 比较spinlock 或是某些写不好的device driver 台湾的很多device driver都会被人家 被人家讨论 你可以过我搜寻一下 找media tech 找reotech 然后讲 找一视频看 说reotech driver再加个bag bag you know 我是 你看到那个字的吗 对 s-u-c-k 那 所以就是 为什么他suck 为什么他weak anyway 我不好意思解释了 台湾人不打台湾人 但是就是说 但是人家 人家在打你 那这个东西呢 就来自什么 写不了的地方之外 所以如果呢 你在不该disable intraught的时候 去disable intraught 会发生什么事 会导致什么 导致延迟的时间增加 因为中段被往后拖延了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好 然后呢更麻烦的是这里 就是很多中段的处理呢 它是共用的 我们称为叫share intraught line 就是说 你去思考一件事嘛 就说像你的个人电脑 你的桌上零电脑 你的笔器型电脑 你的平板 你的手机 他都有一大堆的事件 一大堆的周边 对吧 尤其你的手机 一大堆周边啊 你想看见 当你接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你的手机零响 比方说那个手机响 或者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 那个像mine 什么的 讯息响 那你看 我们先不讲mine 先讲那个一般的手机 你的3G 或者4G的手机的那个讯号 LT的那个讯号 你手机零响 他不是有个零响吗 零零零零零零的声音 那时候你拿手机 拿着 然后往脸 靠着 神奇的地方是什么 靠近脸的时候呢 原本声音从哪里出来 从下面出来 对 从那个手机的下方 去显示 这个speaker 可是 手机靠近你的脸的时候呢 这个声音 就会从 下方的speaker 转到 上方的什么 上方的这个 这个这个 呃 上方的speaker 那上面的speaker 就声音较小 但是 比较靠近你的脸 诶 为什么会切换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东西是有学问的 这个给你参考一下 这个东西叫什么 Audio Part 好 就说 呃 这个 你可以Google说 这个 Mobile Phone 或者说 讲Bluetooth 这个东西切换都是很困难的 好 简单说 手机 侦测到 他跟 人脸的距离很近的时候 表示什么 或者人脸就贴在手机上的时候呢 我就要去切换他的Audio Part 从下面的speaker 切换到上面的 针对人耳的去显示 好 你不能用很大声的 会让耳朵不好 而且更有趣的是 有些手机还会做到说 你靠近靠远 他会自动调那个音量 好 总之呢 这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声识啊 你以为 靠近他就会改变啊 批啊 你以为说全部都是靠软件批啊 怎么可能 这要靠sensor 你说这个叫什么sensor 好 给你个提示 这个东西叫 Hole Sensor 这东西的学问可大了 这个东西是叫什么 霍尔效应传感器 所以霍尔效应传感器是什么 它把变化的磁场 转化成电压的变化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侦测一个东西 什么靠近 以两者的距离 靠近或是并远 好 所以你就可以在 以致的磁场下 可以去做什么 去做这个 霍尔盘 之间的距离变化 你可以去看这样 好 那总之呢 这些都是感测器 既然都是感测器 就会有中断 那你就想要 这个中断可多了 再来是一件事 你看 Line 你用Line的时候呢 你看你手机在消灭 然后这时候 传个讯息 不要让你老妈传出去 二子啊 这个你为什么不回家 你也没有发现 当Line的讯息 弹出来的时候 Line 对不对 那个讯息弹出来的时候 你的手机的那个什么 LED灯 是颜色改变的 原本是红色的 Line的讯息响的时候 变成什么 变成绿的 为什么LED灯的 灯号会改变 你说废话是软体设定 怎么当然知道 可是 软体设定给谁 一体去改的 好 那我怎么知道 这些事件该怎么处理 到底它 到底处理完美 是不是我每次变换都会成功 我见得哦 LED的处理 不是你设定它就会改变 不是啊 它也是有例外处理 所以另外处理 其实它也是会有对应的什么 中断 所以你看哦 其实我光解释一个 手机的运作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台湾呢 悲哀的地方 这是那个 历经半导体的董事长 王崇仁先生 他讲过一段经典的话 他说老外呢 化腐朽为神奇 这不太多了 你们可以讲出一大堆东西 很多东西都 听起来很无聊 但是老外呢 就会发挥巧思 把他做什么 你看 你去那个自然科学博物馆 对不对 你会看到很多艺术作品 它不就是破铜烂铁吗 对不对 你把东拼西臭 把它压一压挤一挤 诶 就这样 变得很漂亮 对不对 只化腐朽为神奇 人家卖的可贵了 但是呢 黄崇仁董事长 又讲了一个经典的话 他说台湾人 化神奇为腐朽 什么叫神奇 做一只手机有多难啊 拜托 对不对 但是 联发哥做手机 可以做到被人家看不起 这是真正发生的事情 至于是哪一家报纸的记者 我就不讲了 哪一个刊物的记者 我就不讲了 我整整九年前接受 某一个刊物的记者 采访我 他说 诶 请问一下联发哥的手机 就 这个什么 不是 他说 做手机人人都会 那联发哥有什么优势 然后我就很生气啊 我就生气了 我对联发哥虽然没有很大的感情 但是这句话 显然是错的嘛 你说人人会做 拜托记者先生 记者小姐 你做一只手机给我看啊 拜托 可是 他说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讲的是 做手机门槛很低啊 很多白牌手机 但是还是错的 你说门槛很低 那 那你 你把你户头的存款全部拿出来 你又把他做一只手机 屁 没办法 而且你这些22k的怎么做出来 对不起 我气死你 那所以就说 以这个例子来讲话 做一只手机 做到被人家看不起 这是台湾特有难力 对吧 做手机真的很难做 它有大量的生神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这个 它就是 这些什么硬帖设定什么的 它有很多因素在这里面 所以呢 真正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 真正会导致 在interrupt latency的延迟 其实只有一个什么 就是interrupt被disabled 所以注意到 这是第一个 后面问题 interrupt Handle 所创造的Handle Duration 注意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麻烦 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什么 处理器状态是已经改变了 原本是在原本的执行模式 比方说 就叫normal 或是wrongmo 反正anyway就是一个名词 可是呢 在这个模式 在框起来这个地方 我处理器本质上 就是在完全不同的执行模式下 甚至在某些 某些的处理器架构 比如说 un的处理器架构 甚至比方说你可能有听过 有fiq fiq irq 甚至有不同的模式 既然讲了 我们就快速来看一下 比方说 看一下 找一个势力图 好 比方说 你可以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就很有趣 就是说 在不同的模式 在不同的模式 就会有 比方说 对 我找的是bank Registry bank Registry 好 比方说这张图就很经典 你可以在画面中看到有user fiq irq svc undefined 反正它有不同的模式 不同的模式 看到暂存器不一样 好 所以你看得好玩哦 irq 看到暂存器 跟fiq 看到暂存器 是不同的 好 所以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思维点 这东西对于说我们设计软体呢 就会有很大的影响了 好 具体来说看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呢 该思考的点是什么呢 该思考的点是说 这个intra handle 我要怎么让它这个 因为intra handle 我会创造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叫handle duration 这个时间越长 后面真正能够被执行的时间 就这样更正拖延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 好 所以呢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还记得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 Ninus核心设计里面的 不是这个 在Ninus核心设计的 中段处理和现代架构考量 我们讲到什么东西 讲到bhcd 还记得吧 bhcd bh bh 简单想法是什么 我把中段处理拆成前半段 跟后半段 前半段就是赶快做赶快回应的 后半段就是我可以拖延 也就是说后半段本质上就是一个什么 deferral work 所以注意到 所以这个deferral work 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就是为了 拆成前半段跟后半段 前半段是要赶快处理的 所以它不能延迟 后半段可以晚点做 所以它可以怎么 你看看这个 你看它是什么 intrahandle schedule work to be performed later 它可以晚点再进行 所以注意到这样的一个设计 好 那所以呢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技巧 可以去缩减这个handle的duration 好 但是 对不起 不是每件事呢 引入一个方法 然后就会变成世界大同 如果是这样的话 各位工程师也没饭吃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要想事情多 比方说 bhcd 那个部分它该怎么排成 好 那这边bhcd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sof iq 就是说 反正在电脑的术语 只要加上sof 就表示什么 就表示它是可以 由软体的开发者 决定什么时候要出发 好 那不加sof的东西 比方说哈威的东西 软体工程是不能决定 下什么时候出发 好 那 软体工程只能 经由询问硬体的状态去看 目前的状态 目前的一些变化 但是sof iq不是 sof iq就是说 它可以由软体工程师 由程式开发者决定 它该是什么时间处 该是个时间点执行 所以它本质上它也可以干嘛 它可以 它可以重新排成 或者说它去询问 我该不该重新排成 注入谁这些操作 这个在Linux混音设计中段处理和现代考验 其实就跟各位探讨过 对吧 我们再去看 那 所以呢 就是这些defered work 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不过我们先用点概念 然后呢 终于我可以讲我们今天的主题 所以注意到 我们刚才讲了那么久 只是在铺陈 在铺陈什么 铺陈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 preension 所以不然是我们今天这个标题 我们Linux混音设计这个讲座 这一侧标题叫什么 这一侧标题叫什么 看你忘记我们来看一下 叫做 preens RT 作为迈向Hardle Time的极致 好 所以你看到 我们刚才前面不是特别跟大家解释 preens 跟steel 就是一个叫抢战 一个叫抢劫 这个是不同的 好 抢战 战的重点在战 你卡的位置 好 那这个 这个我们特别讲这个 preens RT 为什么我们不叫config RT 要叫config preens RT 好 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 preens 好 关键就在于说 我们 落实 realtime的极致 好 那这一件事呢 在这边讲完直接写好 Linus本质上 他是允许你什么 做preens RT 也就是说 Linus Conor是允许重要任务去抢战不重要任务 也就是说这个 Linus就像国民党 对不对 他可以允许 这个马先生去抢战其他人的机会 这OK 因为公债党股 这个无可厚非 那个年代 那当然现在不太一样 就是政治归政治 我们讲 我们科技归科技 宅能归宅能 但是你看 这个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件事发生在哪里 其实呢 Kernel 真正能够保证 preension的地方 只有在user mode 是保证的 如果 在user mode以外的地方 往往他的preension是没有保证 永远会触发的 就是换句话说 重要任务之所以可以抢战不重要任务 这个特征 我们称为叫做preension 那preension 这件事是在user space 在用户层级 使用者层级被保证 可是呢 一旦这件事拖延到interval handling 的话就不见得发生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interval handling 不能随便被人家打断嘛 你中段都没有处理完 比方说中段是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这个风暴处理 那你风暴都还没处理完呢 你就被人家打断了 那新的风暴 把旧的风暴盖掉怎么办 除了这些这些问题 所以你看 光是一个interval handling 他很可能就把画面中的A跟B A跟B都是在user mode 但是就把A跟B的时间拖延了 原本A执行完 要执行B的 但是因为中间来一个陈咬金 导致B安排的时间原本是在更早时间 但是这样就往后拖了才能够实行到B 所以如果B是一个重要的任务的话 就意味着B这个任务被牺牲了 所以懂这个意思吗 好 那更糟的情况下是什么呢 像这个 就能看到 假设我今天有个任务A 它执行在user space 这是一开始 那这时候我执行系统呼叫 比方说我执行open 或者执行read rewrite 反正就是这种比较耗时间的系统呼叫 或者我执行wait pid 这样的一个系统呼叫 那总之这些都很耗时间 或者执行fork 好 注意到 那么在Linux的process 它不是永远都执行在user mode 会有个很有趣的状态 叫做process in kernel mode 在哪里 就在这个方面 所以你看我今天有一个process 不是一个task 它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在user mode 没问题 执行的时候在user mode 但是一旦执行到系统呼叫的时候 就会呼叫system call gate 所以这时候处理器的模式就会改变了 所以注意到 这个时间点 处理器的模式改变了 从user mode切换到kernel mode 或者是切换到privileged mode 所以或者换个角度讲 就是从nonprivileged 就是没有task的模式 切换到task的模式 所以呢 我们的process 是有可能会执行在kernel mode 执行在task等级的 只是它被保护 不是保护 应该证据说法 是被限制在某一个区域 至于这件事呢 请你回去复习一下什么呢 复习这个不仅是执行单元的process 那我们其实就讲到这个process in kernel mode 这样一个特别的案例 所以这个 不赘述了 这边也有一些相关录影 请开架 然后 除了这以外的话 企业请你去对照看 那个什么呢 赋予应用程式生命的系统補教 比如说刚刚那个get 到底怎么 新拱get 到底怎么出发的 你们有看到92公司 这是因为货真价实的92公司 因为1992年才用GPU釋放 好记吧 所以学习linux的时候 一定要用政治的观点去学习 我们就会出为旁通 而且旁边的人可以帮你提醒 所以linux就会越来越强 好 那所以呢 就是说呢 你看到这边 像我们刚才讲到 原本的应用程式 然后注意到这个linux3 linux3是那个什么 等级很低的 数字越大 等级越低 数字越小 等级越高 这是在intel加入量 所以一旦我呼叫 系统呼叫的时候 我的等级就拉高了 那就做特定的事 那一旦这些事情做完之后 我再返回到原本的应用程式 那我的等级 我的那个优先 就是 这不是优先权 是那个什么 执行的等级 就出一线 我的那个特权模式 就什么 就降低了 好 那注意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好玩 你看到 我原本之前到新的code 之后 我讲 我就是模式改变了 好 这时候尴尬 陈咬镜又来了 所以这个陈咬镜又导致什么 这个系统呼叫 本来他花的时间是这一块加这块 但是中间压一个陈咬镜 所以就拉长了 而且更惨的那边是 你不知道你的handle怎么写 所以还记得 刚刚不是有写到一个什么 写到一个某某公司的 迪拜抓一个Suck 你还记得吗 什么绿色什么鬼的 好 那个东西很尴尬那边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Suck 为什么被人家骂Suck 就是像一些机制没有处理好 就是Suck 所以你看 这边的讲话很尴尬 就是导致什么 导致呢 这个任务本来是在user mode 但是他因为呼叫系统呼叫 所以导致他在kno 可是因为这个 我因为中间杀出一个陈咬镜 所以我们讲不出来 到底这个A这个任务 到底要执行多久 所以看到上面这张图已经很惨了 两个任务在执行 B这个任务很重要 可是他没有机会被执行 为什么 因为陈咬镜这个interhandle有出来 然后呢 刚才这个探讨这个状况又更麻烦 对不对 就是说我其实先有个系统呼叫 本来他就怎样 本来他就拖时间了 但是你又非处理不可嘛 对 因为系统呼叫是一个 作为系统提供的一个服务 可是呢 这个陈咬镜一旦发生 就是我讲这个interhandle 一旦发生 所以导致什么 导致我们在时间的空管 就变得很没有弹性 所以呢 这个整体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说 如果Task B是重要任务 那这时候B的执行 它就是什么 Non-deterministic 所以呢 你看到 算kernel 你看到 这个好玩这个地方是这样 Linux kernel is a pre-entive operation system 就是说 跟你讲 Linux kernel它允许你做 pre-entive 它可抢占 它的user space是保证的 一定可以做到抢占的 可是在kernel mode 往往呢 会有遇到这种问题 如果你的interhandle 没有一个足够的弹性 那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你没办法做到什么 没办法做到kernel pre-entive 所以你看到 中间这句话 什么 预设的主态来讲 Linux kernel是不能做kernel pre-entive 但是如果你允许做kernel pre-entive 而且这个kernel pre-entive 的结果 恰好可以让你提升你整体的 Linux kernel能力 我们就称为了什么 叫pre-ent rt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示意图 所以你看到 以这张左边那张图来讲的话 它就是 non-pre-entive system 就是说 注意到 task2 是比较 优先权比较高的 它就是比较重要的 你看到 我一开始先执行的不重要 天底下等多东西就这样 重要的东西它不会一开始就执行 应该说 如果重要的东西一开始就执行 你就不需要排成了 对 往往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白痴就多 总是会有人抢了哈佛的名格 明明去哈佛读书的应该是你 不是那个人 但是就是有人去读 好 那总之就是说 这边有个相对不是那么重要的任务 叫task1 之行 好 那在这个时间点 注意到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重要的任务 叫task2 排进去了 可是呢 因为这个task1 那迟迟呢 没办法 没办法 结束 或者迟迟呢 因为这种因素 比如说 interruptive有什么鬼 总之就是说 因为某些因素 导致这个task1 它就是没办法 没办法离开它目前的状况 好 所以呢 到你真正执行text2的时候 对不起 就拉那么长了 所以你看延迟时间多长 从这边到这里 就是一个可观的延迟时间 好 那在pre-entive-system怎么做呢 它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说 假设你本来已经有个task1 这个相对不重要的任务 执行了 好 我执行的时候呢 我们会再主动去安插 我们称为叫pre-entient points 也就是说 我这个任务每执行一段时间 我就干嘛 我就检查 有没有重要任务要抢占我 好 我该不该就是恐龙浪梨 对不对 我吃那个梨子的时候 你自己想看恐龙浪梨 这件事为什么会被人家记载 为什么 还不就是旁边有长辈在看嘛 对不对 如果旁边从头到尾都没有长辈在看 就是一个兄弟的那个 呃 兄弟的什么 兄弟的这个 互动 那就不会有恐龙浪梨的故事嘛 对不对 所以你很显然你就知道恐龙这个人 这个心机很重 对不对 他就是要表演这件事给谁看 给他的师长 兄长 不是兄长 给他的老爸老妈 给他的那些亲戚看嘛 对不对 你看那个人心机很快 那反过来说 如果恐龙这个人 在吃梨子的时候 或者看到梨子的时候 旁边没有别人 他就直接把他吃下去 对吧 那可是呢 在一个pre-entered system 我们该怎么设计 就是我每隔一段时间 比如说我在吃我的梨子 后来我在看我的梨子 我在欣赏我的梨子的时候 我干嘛 就要赶快去检查 旁边有没有长官 在旁边 如果有的话 赶快假装去浪梨 哥哥 我年纪小给你吃 那哥哥也在做一样事 我年纪比较大 我让给你 好对不对 所以就这样 所以任务的执行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一个pre-entered point 去检查 有没有人要去抢账我 所以你看 第一个pre-entered point 在这里 这时候Task2还没排进来 好 Task2在这边排了 所以这时候干嘛 这时候遇到第一个pre-entered point 所以我Task1 赶快去做善后 所以我在这时间里面 没有要立刻排 因为我还有一些善后 比方说Conday Switch 或者类似的东西要做 所以我就到了下一个 ensure point 终于可以切换到Task2 所以你对照左边跟右边 你发现什么 延迟时间大幅的缩减 可是你发现什么问题 如果你计算整体的时间 就是你看左边Task1整体时间 加Task2的整体时间去比较 右边的组合 你会发现 谁花的整体时间是比较短的 很明显 左边是比较短的 右边呢 因为花了很多时间在干嘛 不是在花时间在恐怖浪里 而是花时间在一直检查它的状态 而是一直检查 就是pre-entered point 所以它导致呢 我们在之前说 往往的效率不是很好 而且这个东西对Cash 对Locality 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冲击 好 然后我们这次呢 这个讲座先做到这边 所以显然呢 我们这个三个角色不够不讲 所以没关系 好 我们还有这个下那个部分 好 所以先探讨到这里 那请你继续关注我们的下集